今天晚上會拍攝影機 感謝旗展開 小光利甭 著白接旗展開 謝謝吉米洲的idiude 今天醒啦,沒有啊,本來就要那個時間醒 謝謝文森的戳戳你 嗨嗨 謝謝石藝的戳戳你 幾點睡覺 大概六點的時候 有啥話題嗎 這麼快就要看話題 這樣還可以一點起來 六點到十二點 一點 六點到一點 有七個小時 還行 還行啊 還行啊 好早睡 對啊,我是個早睡的乖孩子 哈哈 謝謝 謝謝 謝謝石藝的 什麼什麼粉風泡 什麼泡泡還是抱抱 泡泡 泡泡 不覺得乖 為什麼 早上睡啊 好難懂的名字 所以它到底是抱抱還是泡泡 卸妝 卸妝 卸妝的禮物 感謝 沒睡好 為什麼 沒睡好 最近因為就是很早睡 你知道嗎 眼睛會很腫 眼睛會很腫 因為昨天也很早睡 昨天也很早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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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睛張不開 眼睛張不開 對 應該是DJ有跟以前不一樣嗎 沒有不一樣 怎麼突然轉睡 對啊,超級早睡的 12點播到2點半 12點播到2點半 就是我在耍廢跟洗澡的時間 哈哈 嗯 所以我洗完澡就已經沒有人在直播了 謝謝華為的帶你去遊覽 昨天半夜看到我還在 你說現實動態嗎 哈哈 我發了線 我只記得我在耍廢 3點的時候發了性動 因為我真的剛洗完澡 然後 謝謝JuJuNiO 謝謝金米洲的JuJuNiO 謝謝十一的大聲說愛你 謝謝昆昆的YaleYale 就是洗完澡然後 就又坐回去客廳 就剛剛搓完頭髮 然後就又坐回去客廳 然後就 坐在客廳就會 就會 就會 離那個睡覺 的距離有點太遠 所以 後來就 發完線動就 回到床上躺這樣子 殊不知躺在床上還是可以很晚睡 今天打回就感覺很順暢 我覺得是 就是沒有睡飽 所以也沒有很困的感覺 這是什麼感覺 這是什麼感覺 這是一件衣服 就是 就是什麼啊 就是 就是 就是沒有睡很久 所以腦袋 好像也沒有到很沉 就好像 一下子就起來了 今天有點可愛 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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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好呀 沒有關機只是戴機 對 沒有什麼特別 對 倒是眼睛 就是 其他都還好 就是眼睛有種 它沒有醒 眼睛沒有醒 眼睛很 很 很重嗎 就是 那個眼皮太太腫了 然後就是 張不開 昨天比較腫 昨天眼睛比較腫 就是 就是說 那個眼皮 這邊有一塊肉 你知道嗎 在這裡 這個 即使很腫 還是有雙眼皮的部分 就是這一塊肉 這個 這個 哈哈 就是這樣 這樣 就是 眼睫毛會被卡進去的 那個 腫度 腫的才會有雙眼皮 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耶 敲腫方式 沒有耶 通常不都是 那個嗎 就是可能去拿 那個 冰冰的東西 然後 敷 那因為沒有 太多餘的時間 畢竟我剛起床 就要化妝 化妝 就要直播 我只有一個小時 而且我都懂摸西摸 大概 大概 1點20分的時候 才開始化妝 哈哈 妝髮 然後 化了20分鐘 然後 10分鐘 弄頭髮 然後就坐在這裡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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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快是我 因為今天沒有 就是沒有 就沒有要幹嘛的話 就是 蠻快的化妝 沒有要幹嘛的時候 化妝其實蠻快的 因為這是說 化失敗了也沒差 所以隨便化 哈哈哈 但如果是那種 重要的日子 就會 很 仔細的化妝 就會很久 嗯 其實是也沒有用眼睫毛 所以很快 很久的話要兩個小時嗎 很久的話嗎 大概 不用兩個小時 但是妝的話 九的話 應該就是 四十分 四十分鐘 差不多吧 就是 乘以二這樣 然後 頭髮的話 頭髮應該就是 一直都是 三十分 一中 三十分鐘 以內 嘛 三十分鐘以內 所以四十 四十 加三十 就大概一個小時以上 然後 然後 我 通常會預留 一個半小時 因為有時候就是 你知道嗎 東摸西摸 東摸西摸 這樣 妝髮 妝跟髮 一個半小時 還有失手 對 有時候就是 皮膚 就是不知道耶 就可能是 那個 上妝前的 手續有點錯誤 然後就會有很多 瀉瀉 就是臉會有很多瀉瀉 然後 粉底就會 那個叫做什麼 就是 會有瀉瀉 然後那個時候就會 再思考要怎麼辦 再思考要把它卸掉 從來 還是就讓它這樣 斑駁這樣 的狀態 嗨嗨嗨牙 嗨牙 容易浮粉 就容易 也不是浮粉 就有時候 然後 不知道 可能女生才會知道 就是有時候 如果你化妝前 如果有 保濕什麼的 有些 保濕的東西 就可能太保濕了 所以上粉底的時候 就會這邊一塊 那邊一塊 然後就會覺得說 怎麼辦 但怎麼弄都沒有辦法救它 然後下次就會知道說 不要再化妝前用這個東西 然後 或是有些人說 保濕碗 他們會用那個 那個 衛生紙 什麼的 這吸 等它完全乾 我以前沒有等它完全乾 然後 後來都有等它完全乾 也沒有完全乾 就是等它吸收一點這樣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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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就是 你知道嗎 即使它吸收了 但是粉底上去 因為粉底會這樣 這樣 這樣擦嘛 然後 這樣擦的過程 它就那個屑屑就會跑出來 所以好像還是要看 有些就 不會這樣 直接衛生紙上去看 就是 保養品 就是 你就想像你的臉上 擦了一層乳液這樣子 然後 不就是會 油油濕濕的嗎 然後 它也沒辦法這麼快吸收的話 就會拿衛生紙 這樣 稍微 壓一下 上面多餘的地方 壓掉 嗯 嗯 可以在臉上搓麵糰 來看看大家都脫了什麼 只留薄薄的一層保護 保護 保養方式 保養方式 這個我真的 保養方式 我覺得我是一個沒有很 認真保養的 我就是懶惰的一個人 懶惰的一個人 仗著 仗著那個 遺傳 就是 膚質沒有到很差 這樣子 就是仗著這個 天生的條件 這樣子 沒有認真的在保養 但還是有在意的時候 比如說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就真的 怎麼說 就會長痘痘之類的 可能 可能 內分泌失調 或者什麼 太碗水 或是妝沒有卸乾淨 這樣 就偶爾會長痘痘 長痘痘的時候就會 就會 擦藥 擦藥跟 有些那種 什麼美容液 的 就是可以拿來擦痘痘的 就可以擦一下 然後就會 很快就會好 以外喔 我其實不太知道 保養的程序 就只知道說 重要的日子前面 前一天可以敷一下面膜 這樣子 就是頂多只能做到這件事情 其他的話 我真的不是很懂 而且我化妝水也不是每天上 就是想到的時候 想到的時候做一下 而且 我化妝前其實不太擦保養品 化妝前 我會直接用那個 怎麼說 化妝前 而且我化妝前 有時候也不會洗臉 哈哈 有時候也不會洗臉 就是 起床 起床 然後可能 頂多刷個牙 但就不想要 臉上都是水 因為你知道嗎 洗臉的話 頭髮就會濕 溜海就會濕 所以就不想要弄到 臉上都是水 所以我就可能 就只刷牙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就是把那個 就是把眼屎 清乾淨 這樣子 差不多 然後就是做到化妝前 然後就會用那種 有些 什麼 很像面膜 但是 是小的 那種 有圓形的這種 跟這種一張的 那種 保濕的東西 我就會直接抽 抽一張 或是抽兩張 然後直接 敷在臉上 然後大概 看心情 有時候敷上去之後 就會開始做其他事情 這樣子 然後畫個索子 這樣 然後覺得差不多 時間差不多 要開始化妝的時候 就會就這樣拿起來 把臉這樣擦一擦 這樣擦一擦 就可能鼻子旁邊 這邊 就是會加強擦這邊 這個 鼻子旁邊 跟下巴 擦那些 比較粗糙的地方 就拿那個絲衣巾這樣擦的 講到前面 頭髮也不用重新吹嗎 嗯 我不用吹 但是我會夾 會夾 但是有時候是看狀況 有時候 頭髮不知道為什麼 就早上起來的時候 它就是直的 那有時候 就可能會彎來彎去 那個時候就要 夾一下 這樣 不會胖 熬夜又不會膚質不好的 令人羨慕體質 但我覺得 嗯 膚質不會不好 但是 膚色不會很好 就是說 會有點 怎麼說 暗沉 就是暗沉 然後比較 黃一點 就是不是那種 氣色好的 膚 皮 膚色 對 就是 就擦在 氣色看起來沒有很好 對 我的體質 只有我氣色不好這件事情 以外 其他好像沒有太大的問題 對 反正就是我是一個很不愛洗臉的人 我是一個很 我能用擦的我就 用擦的 就是直接拿那個濕巾這樣 直接擦 我以前卸妝 卸妝的時候也是用那個卸妝精 然後 跟那個 卸眼睫毛的 然後先卸眼睫毛這樣子 然後可能等個一分鐘之類的 但有時候會等超過 因為就是去做其他事情 然後就會忘記 然後就先 塗眼睫毛膏 然後就 戳一張那個卸妝精的 然後把整臉這樣擦掉 然後就結束了 因為有些人就會說 這樣沒有卸乾淨 要再洗一次臉 但有時候就很 就很懶 再洗一次臉 所以有時候就會這樣子 結束這樣 除非我比較在意說 就可能 可能今天擦完臉 還是覺得沒有很乾淨的時候 我就會再 去 用水再沖一下 不至於用洗面乳 所以我洗面乳 我真的用超久的 我洗面乳我真的用超慢的 沒有什麼在用洗面乳 嗯 就是偶爾我洗 洗臉 洗臉的那種頻率 應該跟大家去角質的頻率差不多 就是可能 三 兩三天 兩三天 兩三天洗一次 兩三天 洗一次臉 而且就是 早晚選一個 就是 早上洗 晚上我就不會洗 晚上洗 我早上就不會洗 而且因為 你知道有時候 晚上 就可能我晚上洗澡的時候 用去角質 去角質 然後 洗面乳 稍微洗一下 洗完之後 就敷面膜 敷面膜之後 就去睡覺 睡起來之後臉部 就是會有那個面膜 就是會有黏黏的東西 的時候就 頂多用水沖一下 部長痘痘都還好 誇張了 我也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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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卸妝就不行 有卸妝 但還是要看 就是說 我今天卸妝 完 因為說我卸妝完 馬上去洗澡的時候 我就會洗臉 然後我卸妝完沒有 馬上要去洗澡的時候 我就不會洗臉 因為 因為你知道卸妝完 然後就去洗臉 因為頭髮也會是濕的 然後就剛好可以接去洗澡 但有時候就是先卸完妝的時候 都還是乾爽的狀態 然後到了要去洗澡的時候 就頂多順著洗澡的時候 用水洗一下臉 就不至於會拿洗面乳去洗 因為會很懶 因為你知道洗澡就已經很久了 所以就是洗頭 洗頭 洗潤髮 然後 木浴乳 然後有時候身體可能又去個腳趾 之後就會覺得說 我已經做了好多事情了 不要 就不要再洗臉 就好麻煩 因為我覺得洗面乳還是 用那個什麼 網 網 網子 就是什麼 洗臉 的那個網 起泡網 這樣子 把它擠在那個網子上 然後這樣 弄出很多泡泡 洗 還是比較 好用嗎 我覺得 比較好 所以 但因為就很懶了 你知道還要洗那個起泡網 摸皮膚看狀態嗎 看感覺嗎 我會啊 我就是看 比如說今天 今天看起來好像還好的時候就不會洗 但是 今天看起來好像 就差不多會有什麼那種黑頭 就是那種 就開始有油 或是凹凸的時候 就會去一下腳趾 就是想到的時候 想到的時候做一下 想到的時候做一下 其他時候就真的沒有耶 粉刺嗎 粉刺我是不知道 但有時候會 那個啊 就是不是有那種 剃臉的 那種刀嗎 所以有時候 想到的時候會剃一下 想到的時候就剃一下 其他 沒有什麼特別 照什麼 不太耶 我放假的時候不太照什麼 因為放假的時候就是 狀態多差 我都不會當作一回事 就說 眼圈好重 今天好腫 眼睛好腫 今天怎麼這樣子 這樣子而已 粉刺是這樣能剃起來的嗎 應該是不行 對 臉上整個去油之後就會爆油的人 對 放假心情最重要 對 我放假的就是不管 黑眼圈沒有眼袋 可能還沒有吧 眼袋不是就是在 在 後面一點才會有嗎 膠原蛋白還在 效果一樣嗎 應該一樣吧 應該一樣吧 剃臉 效果應該沒有什麼好 因為自己剃跟給人家用還是有差 眼袋還是基因吧 不知道耶 好像是沒有 但是黑眼圈很重 黑眼圈很重 膚質狀態 他沒有什麼痘痘啊 他就是 臉很 泛紅 非常的泛 就是很像 花貓這樣 臉上都是 紅點點 對 人家用就是往死裡用吧 睡在腦袋也很很重 好像不是睡太少的問題 就是說 過敏 就是我的體質 過敏體質 我眼睛那一圈會很黑 因為就是 可能很癢 然後我就會一直揉眼睛 然後就摩擦 就會有黑色層 沉澱在那個 眼睛那附近 然後就很容易鼻子癢 眼睛癢 然後 就會一直揉 一直揉 然後 就各種 種種因素 合成 我的黑眼圈就是 不可能消失的一個東西 就是說 我皮膚也沒有到 黑這樣子 但是 就是這一圈 會是黑的 因為有些人的黑眼圈 是就真的只有這裡 那我是 臉上面 眼皮也是黑的 上面眼皮也是黑的 所以就是 常常 會整個人看起來 就只有眼睛那兩塊是黑的 嗯 對 要治也沒辦法 治一下 有些人的黑眼圈就是眼袋 就這一塊 有那個 一個凹槽 這樣 我就是 我其實沒有那個凹槽 其實沒有那個凹槽 就只是說 很黑這樣 然後又想辦法把它遮起來 就想辦法把它把它遮起來 會不會早點睡就笑死 應該是不會 因為就從以前開始 它都一直是這樣子 底妝又出門的時候 嗯 不太會耶 因為 就是我每次畫完底妝 我就會覺得說 其他地方不畫很奇怪 所以我沒辦法只畫底妝 出門 就要嘛就都不畫 要嘛就是 就畫這個程度 這樣子 現在後面上看到的是黑眼圈嗎 你說這邊嗎 這個應該是我才 因為 要的話其實這邊也是黑眼圈 這塊 這塊 只是說有遮瑕的話 沒有那麼 就沒有那麼明顯 就知道你會以為這個才是黑眼圈 但其實這塊都是 哈哈 下面這塊 下面這塊都是黑眼圈 只是把它遮起來這樣 有隱形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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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longlive美肌很好 看不出來 不然纯厚一点很可爱 完全像我那黑的部分 对啊,我就是很努力 就是先涂橘色的 先涂在这边 然后就是这样把它打开 这样拍开 之后就再上一层 比较橘白的遮瑕 然后再把它拍开 然后拍开之后 就会差不多跟 旁边的颜色一样 然后再上粉底 所以就是这一层会比较厚 这个眼下的遮瑕 然后再 最后会再上一层 那种很像粉饼的 那种打底色 然后再把它压一层在这 一个画组 对,这边 那个涂层很多 涂层很多 眼下的涂层很多 其他这边就是可能只有 那个 打底 打底 打底跟那种 角色的 然后跟粉底 跟蜜粉 这样子 黑眼前是用橘色的感 但绿色是遮红色 对,绿色是遮红色 就比如说你这边很红 就是全部都红红的 就用绿色这样弄上去之后 你就会整个脸都是绿色 然后再用肤色的去 把它 调整健康的颜色 嗯 跟平常修涂差不多 会喷定妆粉吗? 我看状态 我如果今天没有要干嘛 我就不会喷定妆粉 但有喷当然是 就会更好 但就是说 好像也不至于要做这些事 但有些人就 就顺便嘛 就有喷当然比较好 就是就喷啊 但我就是 对 光那多一个手续 就懒的人 所以就是 没有特别想喷的时候 我就不会喷 物理修涂 懒用神 对啊懒用神 虽然其实不缺 我真的不缺定妆喷雾 因为就是买的 因为你知道 就用的速度真的很慢 所以 所以其实真的不用省 有些东西真的不用省 因为它真的用很久 现在吉米走的 啾啾尼歐 就像法胶也是 就真的不用省 因为就真的用很久 然后 因为有一次买的话 可能就可能买个两罐 然后就一直放在那里 然后就放很久 几百年喷一次 根本就要过期 对 所以我就说 还是用一下吧 都买了的话 就比如说公演的时候 可能会用 或是夏天 我觉得夏天的时候 可以用一下 毕竟夏天就是很容易脱妆 就是 就喷一下再粗 有时候夏天会 就喷完之后还是会 你知道吗 就会有一层东西的感觉 所以 喷完的时候 就会拿那个 就比如说粉铺什么 再把它拍开 然后再上一层蜜粉 哈哈 哈哈 再上一层蜜粉 比较不容易流汗脱妆 我对啊 不太容易流汗脱妆 我就是基本上回到家 要卸妆的时候 我只会发现 就只有 额头的地方 会很像没有底妆 而已 我每次卸妆的时候 我都会这样 就是这样 然后用法匠这样夹起来 然后我就会 疑问说 今天额头到底有没有上妆 就是因为上面 就是 这边 跟这边的感觉就是 这边看起来没有 那可能是因为我上妆 没有涂这么上面 我很常就是 就只涂这里 只涂 流汗中间 就不会涂到这里 所以 每次卸妆的时候 就会发现 那一块特别 有个界限 跟 跟额头这边有个界限 就可能 这边以上 都没有擦到 很多汗的怎么办 有些 有些 就还是要看底妆 有些底妆 就即使你流很多汗 这样它也不会掉 就你只要拿卫生纸 这样把它汗压掉就好 但 流汗的时候 就是不能这样擦 就是只能用压的 只能用卫生纸用压的 因为你一擦不管是什么东西 它都会有血血 然后 就会开始 掉下来 用压的是最安全的 这样 再压一下 压一下 再压一下 再压一下 所以只能把水吸掉 有 带妆的时候基本上 流汗都只能用压的 就是擦了就会完蛋 擦了就会有一块不见 你知道 擦了就会有一块不见 所以 基本上有化妆的时候 大家都是用压的 就以前 比如说可能拍MV啊 拍MV 就很热 外面很热 然后妆把老师 就会拿卫生纸出来 这样 压这样 然后可能 就拿了梳子 这样 就可能把它这样 掀起来 然后这样 然后这样 然后大家就会这样 这样等待那个 等待那个妆 那个 让 让 额头里面 因为你知道 额头里面湿的话 就会有那个湿气 然后 然后 刘海就会越来越 糟糕 这样 所以很多人 很多人 那种空气刘海的话 就会很容易 很容易掉吗 什么的 所以他们 都是这样子 但因为我 其实基本上 基本上 不太会 让 头发贴在额头上 就是它不太会 贴在我的额头上 所以 也没什么问题 但有时候很热吗 就确实会这样 吸一下里面的汗 因为 就很热 所以 就是吸一下里面的汗 便条吗 就是 跳完 跳完舞的时候 但有时候就是 就是 就是 比起 流汗很不舒服 但不想要破坏 流海的心情 比较 大的时候 就会忍住 就是忍耐 等它自己 风干 就我不去碰它 就等它自己干 这样子 有时候我也 不会去擦它 就是 懒得 就是很怕 把流海掀起来之后 就会 完蛋 你知道吗 所以我就是 有时候不太会 这样子 就会这样尝试的啊 这样低下来看 有没有办法有空间进去 它没有办法进去 就算了 就算了 豬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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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豬 还有什么 应该就是这样子 妳想想大家还讲了什么 大家还讲了什么 哼 夏天有長頭髮覺得困擾的時候 有人問我有沒有什麼綁頭髮的技巧 夏天喔 夏天 我這個人就是說 就是說在家裡的時候 基本上很熱的時候 我就會直接這樣綁起來 就這樣 就這樣掛在頭髮上 再長 掛在頭髮上就這樣綁起來 基本上在家的時候 可能沒事的時候就這樣綁起來 然後如果要洗臉 或是洗臉或是 要卸妝還是幹嘛 就是頭髮會這樣散掉的時候 就是 把它夾起來 但是 對 我頭髮真的是 可能因為它現在很長了 然後又很多 就是會夾不起來 就是很努力 我很努力的想要把它夾起來 但有時候就是你知道那個髮夾也不夠大 所以就是說通常 通常 通常好像都是 這樣子 抓到後面 抓到後面然後這樣 這樣捲捲捲 就用食指 這樣捲捲捲 然後捲捲捲之後就把它拉上去 拉上去之後 就繼續捲 這邊多的就繼續捲 雖然有時候你知道嗎 就讓它炸開以後 它也沒差 你就是再夾這樣 然後這個 就把它 夾進去 然後後面 會不會長這樣 長這樣 然後就這樣 這樣 這樣你把它夾起來 然後它就會長這樣 那有時候 你知道會失敗 就是它會炸出來 它會有這樣 這樣炸出來 炸多數 就是頭髮 頭髮很多 現在有晚上的搓搓你 這個背景音樂好笑 因為它從上次開始 它就一直停在這個畫面 然後 因為我剛剛就 就想說 沒有時間 想要放什麼 就直接再點了一次 這首 這個東西 拉很緊 我會拉很緊 因為 就是太多了 沒辦法加起來 需要拉緊一點 這首好像已經放第三次直播了 萬用萬用 還有什麼 最近有想買的清單 半夜滑到有興趣的店家 最近想要買的清單 最近想要買的清單 找到好用的VGM是不錯 找到好用的VGM是不錯 不錯吧 是這個我想買的 MINI SIZE 那個 突 突瀏涵 我現在只有大支 它出了 是MINI版 就想要MINI版 想要的東西 最近想要的東西 最近好像沒有看到什麼 但我還是一直對那個 ICOLOVE的 那個 髮夾 很有興趣 好想要那個髮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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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還在我的手機相簿裡面 竟然連瀏海都沒有 對啊 瀏海 瀏海 就是 塗那個 上面的那種 毛躁髮 這是想要的東西 你的微笑 那個缺貨 就是買不到就更想要 你知道嗎 這都還以為是塗睫毛 最近那個不是後天 是後天嗎 那個LISA不是要來胎嗎 然後就看到那個周邊很可愛 但因為你知道我就沒有 沒有 就沒有要進去 沒有要進去 想要走 想要走別人 想要T恤 得到了 得到了 你說笑容 笑容太難了吧 整場都不笑 太難了吧 可以去嗎 可以是可以啦 那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說 一個人去很寂寞 LISA的T恤 台北場限定 跟普通的 其實我看不太出來哪裡不一樣 但就是 都有台北場限定 就是看不太出來 可能就是說 後面長得不太一樣 後面 後面 這個是正常版 然後 限定版 後面只有這樣 是嗎 差別是這個嗎 帽T 老實說 就很可愛啊 但是帽T好熱喔 哈哈 帽T好熱喔 帽T很可愛 黑色的 帽T 台北場的有2XL 但是 不需要 我上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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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的那一場 也是我買了T恤 然後我買了M size 超大件 那個M size 超大件 然後就一直在想說 M size 是最小的 但是超大件 買起來 冬天穿 限定就會想買的人類 我是啊 但是也還是要看他好不好看 他不好看 就算他限定我也不會買 哈哈 這設計要給大家套在外面買 就是超大件的 我那時候穿 超大 小包包也很可愛 但不知道能裝什麼 不知道他多小 但是很可愛 最喜歡這種小廢包啦 什麼都裝不了 只要裝了一下錢包 跟口紅 梳子 跟鑰匙 我就覺得就OK 就OK 最近嗎 最近好像 沒有看到什麼 最近想買 想買那個 被蚊子咬的時候可以擦的藥 哈哈 雖然還沒有到 被蚊子咬的時期 但是 感覺差不多要 有那個 被蚊子咬的時期了 所以好像 需要有一罐 被蚊子咬的藥 你要找裝雨傘的 裝可愛的 就是裝 就是 裝心情好的 裝我的好心情 哈哈 你看大包包會那個 會有 有點壓力 哈哈 嗯 Stores 太大的包包會有 Stores 對 帶太多東西出門會 會 對 還有什麼 最近還 還有什麼想要什麼 謝謝許阿伯的小號角 小號角 最近嗎 最近好像 就是 該買的 好像多美 但是 帶著包包進膠袋都要放下 這也不會背到這麼大的包包啦 最近 還有什麼東西 最近好像沒有缺什麼東西 謝謝 WW的壓力壓力 謝謝阿伯的小號角 小號角 好 好像就這樣耶 因為我沒有特別純 所以應該就是沒有特別吧 還是我看一下我的 IG有沒有 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點藏 點藏嗎 那個叫點藏 看看IG有沒有 點藏什麼東西 收藏 啊 收藏 我點藏了一個包包 這個好看 小包包 大的好像有點太大 這個看起來 之前好像秋平安買了一個白色 但我不知道它是出了黑色的還是本來就有黑色 黑色的也很可愛 大家 大家會不會看膩我一天到晚都背同一個包包 我也覺得我 那個包包怎麼這麼好用 但是包包是阿伯上 阿伯上 就是退下來的那個包包這樣子 然後我就一直用那個包包 就是那個包包很好用耶 只是我記得當初它退下來的時候 有兩個 兩個 背帶這樣子 但是 背帶只剩那一條 所以我就只能側背 但是其實它好像是可以後背包的 那個 後背這樣子 但就一直找不到那一條 所以就一直只能側背包 而且我還去查了一下那個牌子 那個牌子好貴喔 那個包包好貴喔 這樣子 因為我想說 不知道那個 背帶要多少錢 結果我就去查那個包包 那個包包好貴 我現在公演都拿拖這包 因為 拖這包可以裝比較多東西 MCM 好像是嘛 有牌子的 就是它旁邊會有那個毛釘 很多次這樣 但我的那個是比較 什麼說 比較低調一點 沒有這麼多次 還會買到多利用一點 對那個有毛釘 它有那種很大的 跟那種 我記得陳思雅有那種大的包 但我覺得小的比較可愛 小的比較可愛 看一下背帶是不是可以調整 可以調整 但是 我記得 就是會有兩條 我記得它就是會有兩條 但是 我就只有一條 小的 有一個中的 欸 你說剛剛那個嗎 剛剛那個 對啊 它那個是中的嗎 我以為它買的是小的欸 不就這兩個size 我記得它 那時候是買白色的 但我不知道它買那個size 它是買大的嗎 有的背包是一條 帶子可以調整 很誠實 肩背跟雙眼 沒有它就是 因為 它那個 背帶可以這樣扣上去 然後這樣拿下來 不行 我記得有兩條 可以這樣扣上去 然後扣在下面 然後就會有兩條 然後它那個都可以換長度 這樣子 少 就是少一條 就是少一條 就不知道那一條 因為你知道 我就是只用一條 所以那一條 就不知道收去哪裡 因為那一條 如果一直收在包包裡 就是很礙事 所以就是不知道收去哪 那一條 不知道收去哪 所以 對 很困擾 也沒有困擾 這只是說 偶爾想要換一下的時候 就是 沒辦法換 沒辦法換 這樣子 哈囉 一品 一品為什麼出錢 我最近很常看到 一品突然開直播 最近很常 突然看到 我一天到晚會跳那個通知說 一品開直播了 這樣 他來抓人的 一品會閃播 對啊 他就會 會在一些很奇怪的時間 比如說 十二點還是幾點 就是凌晨的時候 突然跳出來 跳出來說 他會 他開直播 然後想說 這個時間嗎 然後就點進去 點進去 我現在有獨家追蹤嗎 我不是獨家追蹤他 我基本上 TV的人 我都有獨家追蹤他 我就有追蹤他 我就好奇大家 什麼時候開直播 這樣子 所以 有時候他就會跳出來 就是 就是早上下午 那種看直播 我不太會發現 因為我起床的時候 我就會把那個 上面的通知 划掉 這樣子 你都沒有獨家追蹤 所有人 你竟然就 大多數 大多數都有 有些 有些 有些就是 頂多點開那個 點開浪Live 然後 看誰下 在直播 然後就點進去看一下 大家在幹嘛 這樣 都獨家追蹤 對啊 就是研究 看大家都在幹嘛 陳世雅也有嗎 陳世雅也有耶 他是不是剛才 還是今天 是剛才 兩個小時前 兩個小時前 陳世雅開播啦 他是這麼說的 他是這麼告訴我的 他最近都開12點 對 我也很常 我也很常看到陳世雅開播 我就想說他怎麼一直 在開播啊 這樣子 你怎麼要接收 顯迪奇的獨家追蹤了 他要回來浪了 他要開始直播了 現在我還滑掉了 你看 最後一則 滑掉 他們有十數月 真的喔 你說啦啦隊嗎 六月開始 好賺喔 好浪LIFE 會有鏡子去他們的直播台嗎 什麼意思 應該是沒有吧 不要惹出什麼事就好啦 正常的互動應該是 基本上 都沒有差吧 就是搞出什麼事情的時候 就會有問題 之類的 基本上 就進去兩個天 應該沒差吧 你說 你說連播 之類的嗎 連播應該是不行吧 但是 進去留言 應該是可以 播下午 下午我比較常在上班 沒事的獨家 常常進播 啊你說4點的那個時間嗎 看直播還能搞出什麼事 我不知道耶 比如說 比如說連播的時候 人在外面 你覺得 或是什麼 基本上不會有什麼問題啊 就是去看人家直播 不會有什麼問題 直播頂都不安 就可能去那邊 留一些奇怪的眼 之類的 會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現在 會不會有這種問題 應該大家都知道 不能在外面 或是 留言不能打 之類的 在外面的部分 在外面的部分 至今 就是那一位成員 永遠 永遠不會有人忘記 都只在家裡直播 不可能在外面連播 然後就說 欸 幹嘛突然 要不要一起直播啊 這樣 就是有人在外面播 也只能是他 很快樂耶 排隊買雙琴 一群人進去看熱鬧 你在哪裡啊 不知道以前的故事 就有可能會再版 真的很荒謬 真的很荒謬 然後粉絲還比他擔心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做了什麼事情 粉絲還說 旁邊那個是誰 然後還拍到朋友 跟同學一起去 那個時候沒有跟他給我 太有趣 他還這樣 在那個排隊 排那個 排 排雙琴 然後後面一直有個 後面一直有個路人 然後就一直要 就要躲他的鏡頭 但就一直會在他的鏡頭裡面 真的很好笑 荒謬 荒謬 不能洩落位置的部分 對啊 因為我點進去的時候 他就在外面嘛 然後 他就突然 他就在排 排隊 然後就想說 在排隊的時候 怎麼有辦法直播啊 就是 前提是 正常人也不會這樣子 就是說 我在外面也不會視訊 在排隊的時候跟人家視訊 你知道 因為就很尷尬 你就是 鏡頭就這樣 那隻鏡頭 就會一直拍到你後面的人 我就會一直跟後面的人對到眼 不是尷尬嗎 我覺得很尷尬 怎麼有辦法 還是直播的狀態做這件事情 真的是很厲害 厲害 厲害 有辦法在外面直播 老實說真的是 大衣人 這個大衣人 才能做的事情 在外面真的沒辦法直播耶 很尷尬耶 就拿著手機 然後這樣 今天就是 對啊 然後在路上 這樣真的是很 很丟臉 很可怕 就是很好笑 倒是很常在路上直訊訊 對啊 有時候就是 會有人在捷運上面 然後視訊 然後就因為 就是你進去 然後就是站在那邊 然後他就突然開始視訊的時候 然後轉頭就發現有一個 有一個視訊的畫面 然後就這樣 呃 然後就是想辦法去旁邊 這樣 想辦法去旁邊 想辦法躲遷 不要被拍 不要被 不要入鏡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大家還投稿了什麼 團圓之間的生活小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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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料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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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啊 想不到欸 我就是很不會記這種 記這種 跟小趣事 跟小趣又要怎麼講 後來有追問AQ第一名的事情 沒有啊 畢竟 對啊 事實就是那樣 像是誰公演吃兩個便當 公演吃兩個便當 我是不知道有沒有 但是 但是有那種 就是開眼前吃了嘛 然後結束之後就很想再吃一個 然後回到公司 因為 因為我有時候沒有吃嘛 我就會回到公司吃那一個便當 就是說 開眼前沒有吃那個便當 然後結束的時候吃 然後我就說 早知道就再多拿一個便當回去吃 回去 回去 回去公司的時候再吃 這樣子 孟婷妳兩個 有人來 有人來爆料了 剛剛妳做這個部分有去補檔 補檔 補檔 我記得留上去 劉娜琪也有吃兩個 就是那個好吃雞肉飯 她吃了兩個 不是她吃完了雞肉飯 她先吃了雞肉飯 然後結束 結束的時候她吃了獅子頭 因為只剩獅子頭 她說 可以啊 四十多也可以 她吃了兩個 小心有辦法吃兩個 就是 可是那個真的 真的蠻好吃的 而且應該說那個飯也沒有很多吧 可是上一個還沒有吃完 上一個 我想到了 我想到一個 這個 這個月的公演 五月的公演 的 T組 T組的前面 不是P組嗎 這樣子 然後我的那個位子 就是我坐的那個休息室的那個位子 在P組 離場了之後 就有一個便當放在櫃子上面 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是誰的便當放在上面 這樣子 是上一組的吧 這樣子 然後 至今沒有找出那個兇手是誰 但絕對是P組的那一場 在那一間休息室的人 沒有拿走 啊 還有那個雞肉的襪子 就 我的那個位子 上面有一個便當 然後下面有一雙襪子 然後我就說 這個位子是發生了什麼事情 就說 誰會把襪子 忘在烏美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就叫翁童勳拍照片 然後 傳到群組說 請問是誰 遺失了他的襪子 這樣子 然後 才發現是蔡友 我們就到處問啊 說 這是你的嗎 林玉是你的嗎 周江安是你的嗎 那個什麼 子萱是你的嗎 什麼 什麼 劉雅琴是你的嗎 就是都問了 但是因為 不在現場 就已經走了 這樣子 然後後來 他就 他就回那個訊息 就說 是他的 是他的 就是 霧媒就是 很容易會 辣東辣西的 就可能 這邊丟一個東西 那邊丟一個東西 嗯 嗯 這邊要問子萱 但我現在在懷疑那個便當是董子萱的 那個忘記丟的便當 我在猜是董子萱 因為 因為那個位子 那個位子 就是說從 門口開始算的話 就是 Mina 林一雲 然後 蔡英柔 然後 東子萱 然後 周江安 這樣子 這邊全部都問過了 應該是 然後 然後因為便當你知道 會放 會把便當放在櫃子上的人 基本上 很少 就只有零一零 我會把便當放在上面 然後 然後 感覺嗎 感覺子萱也是會把 便當放在上面的人 因為 有一次 有一次我們就是 有食物什麼的 我們就是說 放在櫃子上 最安全 就是因為他 其實 不會 悶在抽屜裡 也不會放在櫃子裡面 就是壞掉這樣 就是放在櫃子上面 是最 安全不會壞掉的地方 這樣 所以我們就說 放在那個地方 很 比較好這樣 所以我們就會放在櫃子上面 然後 後來 後來可能就是 會習慣就是 便當會放在上面 但我的話是 我如果吃 我已經吃了這個便當 我 基本上那個便當 就不會再放回去 上面 因為我就會想說 我結束應該就不會吃 我剛剛吃順的便當 這樣 通常是我 會有一個完整的便當放在上面 這樣子 上面有蜘蛛 沒關係 我們大家都知道 烏美其實沒有很 沒有很 沒有很 對 就是跳一跳都可以有蟑螂出現了 你就是 然後說已經沒有在怕這些東西 而且就是蓋子蓋著 我是全部蓋著 但是他們那種是半開的 就是說已經有吃過 然後筷子也在裡面的那種便當 接地氣的場地 就是說那個蟑螂跟黑色的地板真的是 真的是很相近這樣 然後但是前提是因為跳 表演的時候它就是會發光 你知道嗎 它會發光 所以你就會有看到一個 有一個光點在那邊動 可是你就會意識到那個不對 就是地板上有一個光點 半開的感覺放哪都不對 就是半開 半開 就是因為桌上 我們基本上表演前 開演前的時候桌上都要清空 這樣子 盡量啦 盡量清空 因為有可能要放衣服啊 放什麼什麼的 就是清空會比較好 對 但是有時候 就是有些人的東西就比較多 比如說原子組之類的 原子組的東西就很多 同學學的東西老實說也蠻多 就是會 它的化妝保護什麼 所以很大 回想起來就超可怕 超怕飛起來 但它沒有飛起來 但是就是很可怕 然後跳一跳 就是你知道跳的時候 就一直在看 那隻張狼現在在哪裡 然後就完全沒有辦法專心 就是一直在看 那個蟑螂現在在哪裡 然後它會去哪 然後就有看到那個stuff 就是那個工作人員 就去 就去 它一直在跟那個蟑螂對話 你知道嗎 過來這邊 不要去那邊 過來這邊 那個 不要過去 不要過去 它一直想要試圖 把那個蟑螂引走 但是好像沒有辦法 但是就是在跳的時候 就會一直看到 有一個工作人 然後一直在那邊 想要 想要解決那隻蟑螂 但它又沒有辦法 這樣子 是什麼對話 就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 然後它有一個肢體語言 叫做說 就是 就是 一看就知道它在跟蟑螂對話 你知道嗎 就說 過來過來 這樣子 就是說 很荒謬 我想在烏媒什麼事情都發生過了 在烏媒什麼事情都發生過了 在烏媒什麼事情都發生過 啊 伊萍耶 伊萍在耶 我一直很好奇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看了五月的那個公演 的 影片 這樣子 然後我就在想說 就是 是故意不戴手套 還是是沒有戴手套 還是你 不知道你沒有戴手套 哈哈 雨鋼琴家的時候 就是因為我看了 溫布頓 玩之後 然後 我就剛好滑到 雨鋼琴家 然後因為淋雨有戴手套 然後這邊有袖子 然後 伊萍的手是光的 然後我就想說這個 這個好像哪裡怪怪 好像哪裡怪怪 對 別提了 所以你 你知道這件事情 知道就好 我就怕是不知道 到現在都不知道的話 幫我擋糾察隊 你帶一半被抓去拍照 糾察隊 糾察隊最 最愛抓大家的衣服 然後就忘了 對 因為我很怕 很怕大家上台的時候忘記 所以就很常會在後台這樣 這樣看 東看西看 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 Mina不是戴衣嗎 戴 戴 批竹 這樣子 那個 溫布頓這樣子 然後 後面 後面她要上去 MC 然後她忘記她要上去MC 就說 要記得換鞋子喔 要記得換鞋子喔 然後要記得戴手套 什麼 因為她就是沒有 她可能就忘了 她以為她下班了 還好她沒有換衣服 她就一直穿著那個 她就一直穿著 溫布頓的衣服 嗯 想說右手不是一個 就是 就是 應該說 可能對衣服的那個變化 比較 比較敏感 就會很容易發現 一些 東西 比如說就是 我就很在意 我一直很在意那個 第三首 第四首 那個牛仔 牛仔衣 的 短褲 就是 就是看到有幾個人的短褲裡面 會透出那個安全褲 然後就會想說 原來大家會在那個 牛仔褲裡面穿安全� 但是會跑出來 就不好看 就是 短褲的下面會有一層 白色的 就不好看 就是 短褲的下面會有一層 白色的 就 不好看 對 服裝儀容檢查不合格 叮他 對 大家幫我跟真真講 哈哈 對 我是想說為什麼 有一件 白白的在 短褲外面 嗯 你說要跟姊姊要 黑色安全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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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看啊 因為 基本上我們 主要的 表演服 都是白色的安全褲 但有的 安全褲它比較薄 就是 它不是那種 很多蕾絲的那種 就比較薄的話 有時候 就連穿 黑色的都會看到黑色 你看 先蹲下來會看到裡面 對 那你應該要穿黑色 你突然覺得 你看得假的 我覺得是因為我們看的是那個定點的 所以比較 一覽無遺 但是 粉絲的話就是 你可能要看自己的推 可能要看誰看誰 所以你 不太會在乎 這個人跟其他人有什麼 不同 或是其他人會有什麼 怪怪的地方 你不太會知道 除非是說 你看的那個人 他自己本身 今天 有點怪怪的 不然的話 你真的不會發現 因為你就是 要嘛就是這個人 他沒有任何問題 要嘛就是 因為你看這個人 所以你不會看到旁邊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在看那個 我在回 回放看那個 溫布頓的時候 因為我那個鞋帶 就是旁邊有一圈那個蕾絲 然後那個 掉了 因為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掉的 就是我跳一跳 然後 那個 跪下的時候 然後就發現 有一個 一個 就是有一個蕾絲 在那邊 然後我就想說 它什麼時候在那裡 就是我沒有 我沒有意識到 它什麼時候離開我的腳上 這樣子 然後 然後跪下的時候 想說 它怎麼在那裡這樣子 然後 然後就是原子組 就撿起來了嘛 然後原子組撿起來之後 然後 它就這樣 它就在 在那個 然後就想說 我怎麼把那個東西丟這麼高這樣子 但其實我從 就是山頂的那個定點 我不知道那個在哪裡 但是那個定點的攝影機 看的時候 就意外的沒有很明顯 那個 它丟那個東西沒有很明顯 但是 它是從我們地上 看的那個角度 它真的是丟超高的 然後我就覺得說 正常來說 會直接丟 丟去前面嗎 就是丟這麼高 然後丟去前面嗎 它會直接丟粉絲 丟給粉絲 這樣說 我就說如果 要不是那個 要不是粉絲知道 那個 不是送禮物的環節 不然就真的 以為那個是送他 就是 就是說 突然表演有一個 這樣送 送東西的環節嗎 就是 就是 我就想說 欸那個丟的很高 這樣子 他就丟了一個很高 他就說 他那時候想說 因為等一下要 這個嘛 這個 手要這樣子出去 這樣 他說他手上拿著 他不知道要怎麼出 我就說你 把它夾在麥克風那邊 然後他就這樣 對耶 這樣 沒有 所以 他就說他當下 當下只想得到說 要把它丟掉 要把它丟掉 因為他 我就說 你可以拿在麥克風那隻手上 然後這樣就可以出手 他就這樣丟完之後 我回去 就說 你其實可以選擇 拿在左手上 他說 對耶 還有這個選項 哈哈 還有這個選項 然後 可能就是因為他 撿了這個東西嘛 然後就是 對 因為這是圖佛阿總共他撿了一個東西 然後 他可能 他就是思考這個要怎麼丟 然後 好不容易把這個東西弄出來 然後他腦海可能就一直很在意說 他剛剛丟太高了 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他最後轉圈就轉錯邊 然後就整個很荒謬 整個很荒謬 然後他一走進後台就說 剛剛轉錯邊 回後台的第一件事就是 我腦他剛剛丟很高這件事情 跟他轉錯邊 這件事情 轉錯邊 然後我們就一直 我們一直笑他那個東西丟太高 因為這真的很好笑 很好笑 因為 通常舞台上有東西的話 就 要嘛就是成員把他 踢去旁邊 要嘛就是成員把他撿回去後台 不然的話在舞台上基本上 沒有人可以去撿這樣子 但是 人子族就是會去撿的人 會去撿 會把他清掉的人 但有些人就是 他覺得這個地方沒辦法撿 他就是不會撿 然後 退場的時候 退場的時候再拿 之類的 但是頂多只能做到 就是把他踢去旁邊 這樣子 對 就會說 沒辦法的話就不會硬去撿 這樣子 但是這次 就是六晚上滿多噴中的 真的假的 我沒有感覺 我沒有感覺 喔還要講一個 還要講一個 講一個那個 那個 那個 我們的風最後 就是 禮拜六的 喊 Mango No.2的是 汪洪勳嗎 然後通常會在 我們的風的最後 登登登登 會有人要去幫他收領 因為他要喊 Mango No.2 會要有人去幫他收領 然後我們練習的那一次 有 決定 就是有決定 誰要喊 這樣子 然後他說 五月獸星啊 汪洪勳就喊 然後汪洪勳就說 好啊好啊 因為他上一次喊也很久以前 那好 那汪洪勳就喊 然後老師就說 那我們就走到那個 第一首歌的最後一個位置這樣 看一下誰幫他拿 領骨這樣 然後我們就解決囉 解決了這件事情之後 彩排的那個時候 因為很多人沒有辦法到這樣 彩排的時候很多人沒有辦法到 所以 可能因為他左右邊的人沒有 沒有 不在吧這樣子 所以可能本來幫他接領骨的人 那個不在 所以彩排的時候 踩著這個地方 登登登登 大家就是回後台回後台 然後他的領骨就一直拿在手上 然後想說怎麼辦怎麼辦 沒有人幫我收 然後因為我 我就是在左前方 就是最遠的那個地方 所以我本來就是最晚進去 然後我就看到他一個人 一直這樣 那那個那個領骨 不知道要給誰 就是給我給我 然後我就把它收進去 我就拿回去了 然後彩排就這樣結束 彩排就這樣結束 然後到了 禮拜六 表演當天 正式當天 就是大家都準備好 準備好要上場 這樣子 準備好要上場 然後 然後 差不多要放 錯了 然後 然後我就拿 看了一下那個領骨 然後看了一下旁邊 那個翁同學 翁同學就站在旁邊 然後我就 我就突然想到 我就說 你那個領骨的事情 你有解決嗎 你有記得是誰要接你的領骨嗎 這樣子 他說 哦對耶 對耶 這件事情沒有解決 這樣子 他說 對耶 不知道到底是誰要接我的領骨啊 這樣子 到底是誰這樣子 然後 然後我就說 所以 你不知道 你左右邊是誰 他說 對 不知道耶 怎麼辦 然後我就說 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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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跟彩排一樣 第一首歌最後的時候 我還是會看一下你的領骨有沒有被人家拿走 啊如果沒有 真的 沒有任何人要拿原領骨的話 然後 我就跟你拿 然後他就說 好 好 所以 正式表演的時候 登登登登 登 登 然後 我就看到那個 旺同學這樣 然後 右邊左邊的人 全部都退場 然後就說 OKOK 然後就拿著他的領骨 就進去 然後後來 林韻就說 對耶 他有看到耶 他想說 怎麼會是我去拿他的領骨 他說 你這麼遠 怎麼會是你去拿領骨 我說 因為 因為他就是 沒有人要幫他拿領骨 所以只好幫他拿領骨啊 一樣找不到人 反正就是 汪童馨左右邊某一個人 忘記 要幫他拿領骨 然後 然後 就是他也是看了 右邊看了怎麼 然後因為 登登登 然後大家就是這樣 很迅速的轉頭 然後就往裡面跑了 你知道嗎 所以 他轉過去的時候 這個人就轉頭 就跑 他轉過去的時候 這個人也轉頭 就跑 所以就是 當他想要給的時候 基本上 台上已經沒有什麼人了 因為大家都已經跑掉了 所以 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 他的領骨怎麼還在手上 所以我彩排的時候 我才幫他接啊 然後結果正式的時候 正式的時候 因為我就想說 可能是彩排 因為這個人沒有到 所以沒有幫他接這樣 但是 他自己本身 他也不記得 是誰要幫他接 所以我正式的時候 才又問了他一次 所以你記得 是誰要幫你接領骨嗎 但他說他不記得 所以我說 那就真的 就是 那一個人應該也不記得 就是 我只能 我只能這樣想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彩排沒有嘛 沒有在 然後想說正式的話 如果他記得的話 當然很好 但是 就是怕沒有記得 所以我就說 那真的沒有人拿的話 我就跟你拿這樣 那就真的沒有人跟他拿 就真的沒有人跟他拿 然後我就覺得很好笑 我就覺得很好笑 因為他一臉就是說 真的沒有人要接到領骨 就覺得很荒謬 很好笑 你要是那個成員知道的話 會很抖 那個成員 啊你說 本來要接領骨的那個人嗎 像我在想 那個人會不會到現在 他都不記得 他有要接領骨 這件事情 因為像現在的話 那個 比如說 星期二 星期三 那首歌 因為現在不是有那個挑戰嗎 MC5要挑戰 這樣 所以會改很多版本 就是說 禮拜 禮拜六五場的版本 跟禮拜六晚場的版本 跟禮拜日的版本 就是說 各自會不一樣 因為下場的人 下場的人不一樣 跟 缺的人不一樣 所以 那個站位會有換 所以就是說 老師就說 請你們在 當天表演前 再多看一次那個 多看幾次那個影片 因為說很容易 就是有跳三組的話 就很容易會混混混混亂 就是你會忘記這一場 的這一首 你要不要下這一場 你有沒有換位子 就是會忘記 所以老師就說要多看幾次 對 對 他以為要挑戰的是 位子直接空下來 說 如果 沒有到很明顯的話 老師就會說 直接空下來 但 就是因為有時候會缺 第一排缺一個 然後這邊缺一個 就是 老師就覺得說 看起來很 就是 很怪 所以他就會拉 比如說 你去這邊 然後誰來這邊 然後第一排是這樣 或是第一排是三個 然後後面是四個 然後 就是他會 他會改 所以 所以就 對 現在的話 就每個月公演的 星期二 就看誰要去挑戰 然後誰會下台 然後下台 怎麼 怎麼走啊 走哪邊啊 什麼時候走啊 就是 都先講 如果最後站前面的 就會 就是 就看老師怎麼 反正 反正 因為最後其實沒有什麼 太大的 問題 就大家跳的動作 也都是一樣 不會有那種 換排就會 就會 就會換不一樣的 就頂多可能左右邊 不太一樣 而已 嗯 就我也有換過啊 就可能去 右邊 右邊的一 或是 左邊的一 或是 站在哪裡這樣 有換過 嗯 應該就這樣 趣事 趣事 眼睛分享很多了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大家的 問答 問答題 問答 聽聽聽看 公演時看到的特別的應援物 有看到一個寫了 始終如一的扇子 這種 折扇 黑色 黑底白字 那個很明顯 那個很 還蠻明顯的 就是在最後宣傳的時候 燈打下去的時候 這個東西很明顯 對那個比較印象深 還有看到一個 什麼始終如一 然後那個一是一品的一 那是什麼周邊啊 這是什麼 佛妮自己做的周邊 有看到一個超大的大耳狗 大耳狗嗎 那是啦啦對話的 始終如一 是誰啊 那是什麼周邊 拉拉隊的周邊 好像是免費的扇子 還有什麼 好像就是這樣吧 特別的應援舞 大概就這樣 大概就這樣 其他的話就是手燈嘛 手燈跟公式造應援扇 大概就這樣 公式造應援扇其實蠻好認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蠻好認的 就有時候遠遠的就會一直看那個輪廓 看那個照片的輪廓 看他是不是我本人 那因為有時候他可能拿六 六單拿那個 一秒秒約好的照片 就是有兩個 就可以比對一個黑場子 然後一個蝴蝶犬 就是很 遠遠看然後可以看 微弱的透出那個 黑色的影子好像是自己這樣 蔡爾恩的很好認 很好認 我記得 某一場好像是不是某一場 就某一場有很多那個畢業生回來看的那一場公演 然後 我就記得跳一跳然後我就看到李嘉莉的扇子 然後我只想說 為什麼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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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頭髮有時候很好認 對頭髮其實蠻好認的 手燈加扇子應該還可以認出來 對手燈的話其實還是可以認出來 可能是戴錯了吧 都還沒回去看嗎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拿扇子 回去一次 這是那個 剛離開後 的那個時候 那也很久了 還有什麼 最近要迎來人生重大考試 想問有什麼 紓解壓力的方式 確定要問我這個 嗯 書解壓力的方式 就是忘記自己要考試這件事情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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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在讀書下一題 這個人對於壓力是不會疏解的 就是 就是說 對啊 重大的考試 對自己來說重大的的話 有壓力是好事啊 對 就是重大的事情 有壓力我覺得 不是什麼問題 這樣子 就是 紓解了之後就代表會鬆斜啊 哈哈 就是 對啊 就是到時候就會 又會後悔 不是都跟壓力硬抗不會紓解嗎 壓力嗎 可是我對考試從來沒有什麼太大的壓力啊 因為 應該說也沒有人對我有什麼期望 所以我不會有什麼壓力 因為我對我自己也沒什麼期望 所以說 因為有時候你知道考試嗎 就是說你對自己有期望說 你一定要考到幾分 我一定要考上哪裡 我一定要 合格什麼 就一定會有這個 期望 這樣 就會變成你的壓力嘛 但因為我沒有任何的期望 所以完全沒有什麼壓力 就是說 就是說 考完就好了嘛 就是有考 就好 我考完就是結束了 就是 沒有什麼所謂的 好不好 就是頂多就是說 比模擬考差欸 這樣 比模擬考差欸 這樣 我就說好怕 怎麼會錯這個 之類的 老師聽過我說的都很 都很簡單 還看過東西 就是說 小考這種我就沒有差 只有在AKB爭選有壓力 也沒有欸 在AKB爭選 我老子說也沒有什麼壓力 就真的 有什麼壓 有什麼壓力 我這個人不太給我自己壓力 所以說問錯人 就是說 唯一也覺得 對我有壓力就是 猜拳千萬不要低 哈 好像是喔 好像是喔 對我覺得有壓力的事情 確實 但那個算壓力嗎 那個就只是說 不想 就是 我的 種種 因為我的人生 就是想要走的 就平凡無奇 就是 毫無波瀾 我不想要走那種 會有大風大浪的路 就是 我最好就是直直的走就好 所以 那種感覺會發生大風大浪的事情 實在是不想發生 這樣子 所以我超級不想要猜到第一名 但是那個時候是猜到第二名啊 就真的是 差那一點點 我就要走大風大浪的那個路了 你知道嗎 就是說 黑箱什麼的那個 我都已經想好那個路 路要怎麼走了 就是說 就是說我如果真的猜到第一名的時候 我要怎麼辦 這樣子 我都已經想好了 最好的方法 就是說我不要猜到第一名 對 不然的話 倒是會說 我巫猴 巫猴就已經戰Center了 然後我機會的順序還要再戰Center 那個怎麼樣 都聽起來超級可疑的 你知道嗎 很可疑 你知道 沒有任何人要相信我 沒有任何人要相信我 但是除了成員 可能會願意相信我 因為成員自己都知道我們 猜拳是真的是猜真的 沒有任何的說 你要猜減 大家猜什麼 成員是最真實的 你知道嗎 但是你知道就是 會不相信的人 就是始終就會不相信 所以那時候就已經想好了 各種 說怎麼辦怎麼辦 如果真的猜到第一名的話 怎麼辦怎麼辦 就是說 怎麼可能會猜到第一名 我也想問我自己 怎麼可能會猜到第二名 所以我那時候真的是 沒有第一名 我真的是 那個親中的大石頭都 都放下了 我當下的時候 我一直想說 可不可以重來一次 這個是 今天 這一天可不可以重來一次 就是 可不可以重來一次 就當作是沒有發生 我等一下會記得 要猜輸這件事 就是 如果可以 時間可以倒帶的話 我等一下就不出石頭這樣 差點嚇死 好可怕 猜拳大會 好可怕 從一開始是 可能 沒有特別想 上選吧 因為如果上的話 就要跳機會的順序 然後就是還要背歌詞 這樣 一開始的那個情境是這樣子 然後到後面就已經開始說 怎麼越猜越前面 越猜越前面 已經失去了那個說 好不想要進去這個選拔的狀態 已經變成說 不要第一名就好的那個狀態 就是 前面一開始都是說 趕快輸趕快輸趕快輸 然後因為一直想著要輸 然後就不知道為什麼 一直贏 一直贏一直贏 然後到最後就想說 那我是不是不能想說我要輸 我是不是差不多要轉換一下那個 轉換一下 說 還是我贏一下好了 說不定我就會輸 這樣子 就因為前面有那個很強烈的說 我不要贏 我不要贏 然後就一直贏 一直贏 然後後面就說 是不是 就不應該要這樣子嘴硬 就應該要說 就應該要贏 我要贏 我要贏 然後我就會輸這樣 呵呵呵 拜託請讓我輸 我那個時候 你知道那個時候 因為不是要等嗎 決賽的時候大家都在後面等 然後等 輪到自己這樣 我就很 我的腦海裡就一直很想要跟阿帆說 還是你可不可以出什麼 然後我出什麼 你可不可以贏啊 這樣子 嗯 但我在想說他可能 不是那種想要 靠這種方式 獲得勝利 就是如果感覺我講了 我覺得會被他拒絕 他說 他絕對也會說什麼 哦 不要不要不要什麼 就是感覺 這個方案不會行 所以我就沒有做這件事情 不然我真的很想要說 你要不要出什麼 然後我出什麼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講了這句話之後 會不會更難的推測 這個人會出什麼 拳 你知道嗎 所以我就想說 那就不要好了 因為有時候如果說 你出石頭我出剪刀 結果發現 我怕他出 出其他的 然後我又出了其他的 然後就會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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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我就想說 然後這樣好像會越來越複雜 那我就都不要講 都不要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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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最後的時候 我就在想說 麵包超人感覺會出石頭 所以我出了剪刀 沒有 因為我們前面一直平手 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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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想說 那可能因為他是 麵包超人 所以他就會出石頭 他應該下一拳也是出石頭 剪刀 還好 我的那個 那個 我的那個 奇怪的理論 對了 我就覺得說 他感覺會石頭到底 那我就換 那我換 因為前面就是一直是石頭 石頭 石頭 石頭之類的 就是石頭 石頭 他想說 到底要不要換 你要不要換 到底要不要換 這樣 然後就想說 嗯 好 那就換吧 因為我就很怕他突然變成布啊 這樣子 然後就這樣 對 但我覺得 是超人的話 是石頭 就會是石頭 那好 我就出剪刀 這樣子 出剪刀 還好那個 這個想像是對的 還好這個想像 還好他的 全不是變成布 不然的話我就會 完蛋了 對 還好他是麵包超人 這樣子 對 雖然我不知道他有沒有想這麼多啦 但是 在我的腦海裡就是覺得說 喔 他會不會因為他是麵包超人 所以他只能出石頭 但是 說不定他的那個想法 就只是說他不變 他不變 他不變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就是曾經 就是 可能心裡有想說 喔 我就是要石頭到底 就是如果他有這個想法的話 那就代表我們其實是有 相連的 但是如果他真的沒有想法 他只是真的一直出石頭的話 他就真的是我幫他加了太多設定 因為變了全 不會 不會 因為你知道 因為如果我變了全 他也變了全的話 就會變成是我贏 你知道嗎 我變了全他不變是最好的 最好的方法 因為我變的全 不是變要贏他的那個全 我是要贏 輸他的那個全 我要變 會輸他的那個全 所以 我變全完全不會有什麼說 因為我想贏 所以我變全 我就是想輸才會出剪刀 除非你覺得我預判他的預判 說 他可能 我可能 出布 我可能覺得他想 他想輸我 所以他會出剪刀 所以我出布 但是就沒有這麼複雜 就是說 我覺得他因為石頭 所以我就直接出剪刀 這樣 但如果他真的 他真的突然變全 想輸我 但我覺得 應該是不至於想輸我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不會變全 畢竟他的推當年初步的贏到底 所以有機會 就是在想說 會不會 就是 就是有一種 就是 對 他當初就決定好 他就是要貫徹到底這樣 就感覺他是一種 會決定好他就要貫徹到底 所以他可能 決定好他就是要一直出鮮頭 這樣 所以我就想說 剪刀 還要在那個 還要在那個很緊張的時刻 想辦法推斷出這個人 到底會出什麼 就是 那個 研究 心理學 對 心理學 剪刀石頭布 心理學 反正說壓力嘛 就是這樣子 舒緩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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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緩壓力就是 自己 教自己舒緩 自己 想辦法 教自己舒緩 推斷了他當初的人生 對 我就覺得說他感覺 是否會他怎麼 一入到底的人 感覺 雖然他可能 有沒有 我不知道 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 大家還是這樣子 雖然有人可以輸得這麼開心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你看誰輸了 就是 那個直播你就是看到誰輸了都比贏的還快樂 你就可以感受到我們的那個猜拳大會的意義有點不太一樣 跟其他本家那種猜拳大會真的是為了贏而想贏這樣子 輸的是真的很難過這樣 我們完全是想法 我們就是 輸的都很開心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們這個 終止是什麼 這個 猜拳大會的終止到底是什麼 這是猜輸大會 我們的目標是猜輸 還有什麼 成員跟粉絲的相處之道 什麼相處之道 我的經驗分享 我的經驗分享 有沒有一個實體的 有沒有一個實際的 實際的 是Cosplay 沒有直接表演太齊了 真的是太齊了 就是因為這個所以大家都不想要贏 現在是阿榮的一顆星 一顆星 謝謝 願願打一個願哀 偶像經驗分享 就是一個願打一個願哀 直接講 直接照粉絲的講 經驗分享 什麼經驗分享 要分享什麼 哪一種分享 身為偶像的分享 身為粉絲的分享 身為粉絲的分享 我可以分享我自己 但是我不知道從何分享 單方面 我幫你挨打 誰來就打 誰 毒雞湯之類的 毒雞湯之類的 那你要有 先給我一個 煩惱 我才可以堵你阿 哈哈哈哈 要先有煩惱才可以堵你 這種說不定真的能從我這邊學到閃 學到閃 不知道耶 粉絲嗎 我不知道耶 我嗎 你怕這裡有間諜 那你再去打一次問答鄉怎麼樣 這樣就會好像不是從你嘴巴說出來的 有什麼喔 不知道耶 踏罰我的時候嗎 一方面在踏罰我的時候 這種時候嗎 這種時候是什麼時候啊 就是要問一個我沒有經驗的事情 沒有吧 對啊 不存在 覺得覺得 覺得嗎 如果我今天遇到大家都這樣子的時候嗎 嗯 那我可能會先問我周遭的好朋友們 說這件事情 到底是我錯還是他錯 我錯還是你們錯 那如果 當然就要找那種會講真話的朋友 就是有一種叫做他只講客套話的朋友 就是說沒有沒有錯的都不是你 就是不能去問這種人 就是要去問那種說 對就是你的錯的那種人 去問他說 那到底是我的問題還是粉絲的問題嗎 這樣子 那如果他回答說是我的錯的話 那我就真的會相信說他說是我的錯 因為他都這樣子跟我說的話 連朋友都說我是錯的的話 那就代表說我真的有錯這樣子 但如果說 他很認真的 很認真的就是 告訴我 真的沒有問題 真的是 真的 沒有問題這樣子 只是他們 怕罰我這樣子 的話我就會 不放在心上 不放在心上 這樣子 但因為有一種叫做說 都不是你的錯啦 就是他很明顯 就是他是要安慰你 不是要 告訴你真的不是你的錯 就是說 就是說 還是要看人 看人選 但有時候就是 有的人就是想聽想聽的嘛 就是說 他就只想要聽你跟他說你沒有錯 這樣子 所以他 不是這個回答以外的事情 他都不會聽 進去 的人也是有 那就是沒有辦法 但 因為我的話 就是說 我就是蠻相信我自己 的判斷 就是那個 不管是主觀還是客觀 我就是蠻判 蠻 能確定我的 想法應該是對的 就是說 不太會有 說我覺得我是 對的 但你們都覺得我是錯的 的時候 就好像不太會有 不太會有這個時候 所以 我就覺得應該是正確的吧 就是 至少我們的想法應該是正確的 對 但因為就是 對嘛 有時候 就是你怎麼跟他講 他就是沒有要聽啊 的時候 我就會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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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很多時候 就是說 人就是這樣子 有那種 很熱心 熱血 很好 很溫柔的人 跟 這種 就是 冷血無情 然後 當我知道我跟你講的任何事情 你都沒有要 聽 也沒有要改的時候 我就什麼事情都不會跟你講 就是我什麼事情都不會跟你講 因為我知道你不會 不會聽我說的話 那我幹嘛要跟你講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就是 有時候就是 有時候就是說 呃 你 你就是 做了什麼事情 然後我跟你講 這樣子 但是你就是沒有要 沒有要聽這樣子 所以久了之後 就是我以前好像有聽到一句話 就是說 有人來問你 但你知道這個人 這個人沒有想改的時候 就不會 回他 這樣子 就算沒錯也是應該低頭 如果你想要 保持著 就是 如果你想要 安撫的話 確實低頭是最快的選擇 確實 因為 因為 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 面對一個 比你 更不願意低頭 道歉的人的時候 要嘛 就是這兩個人 就是 從此以後 就是不 不上往來 就是因為 你不願意低頭 我也不願意低頭 然後我們就死都不相往來 這樣子 那如果說 你 你就知道他就是死不願意低頭 但如果你即使是這樣 你還是 想要跟他 有友好的關係的話 那你就只能選擇道歉 就是即使你沒有錯 你就只能選擇道歉 就是 這樣子才會有和好的機會 你知道嗎 因為對我來說 從以前到現在 跟以前的朋友 就學校的同學 都是這樣子 就是說 因為我就是覺得說 我就是沒有錯 那我可能真的沒有錯 但是 我就覺得我沒有錯啊 所以我幹嘛要道歉 這樣子 那可能對方也覺得說 就是你的錯啊 你為什麼不跟我道歉 那要嘛就是說 我們兩個就是這樣 冷戰到 最後一刻 看誰要 看誰要 那個嘛 看誰要 道歉 那就是比啊 就是比 誰 願意 願意那個什麼 什麼 就是 給人家台階下 可能對方也覺得沒有錯 對 就是說 如果兩邊對方都沒有錯 那就是 就是 本來就一直有個疙瘩 就是 我沒有錯啊 他也沒有錯啊 那 那就都 就這樣啊 就是 好啊 那就不要不要這樣 整個的感覺 的感覺嗎 就是 如果是我的話 我的話 就是 真的 我覺得這個人 就是跟我 沒有辦法在同一個 線上的時候 就是 不管我講什麼 他都是 要跟我對沖的時候 那我就只能選擇 不跟這個人 講話嘛 因為就是 不管怎麼樣 都是會對沖到啊 就是 何必要為難自己 就是 何必要為難自己 一直 要去跟他對話 就是你就知道我跟你講話 就是 會這樣子 會打在一起 會 沒有辦法 友好的對話的話 那我幹嘛要一直去 害自己不開心 這樣子 這樣子 建立在雙方 真的都沒有錯 對 但通常 通常 會有這樣的狀態 都是 都是 都是一定有個問題 通常絕對有個問題 才會這樣子啊 只是那個問題 到底 到底 他們各自的 各自的那個 想法 就是 不一樣 所以就會變成說 好像有一邊是錯的 謝謝黑傑克的啾啾你喔 啾啾你喔 對 溝通上 鼻子都覺得 可能是認知不同也無法公開 嗯 就是說 不都是會有那種嗎 就是說 我這個 我這個人的個性 就是沒有辦法跟你這種個性的人 相處這樣 但就真的是只能去遇到說 和的人 跟你和的那個人 嗯 推薦先換位思考 對 換位思考 最 最簡單吧 因為總不可能 換位思考 就其實蠻好用的啊 就是說 你不喜歡我這樣對你 那 那你換成他 他也不喜歡你這樣對他 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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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現在 我現在這樣講很多 這樣子 然後 他們就是不聽 然後 那你就想啊 為什麼他們不聽 如果 今天有一個人 一直這樣跟你講 那 你會聽嗎 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 創位思考 然後就會發現 喔可能我 真的不會聽的時候 就可以意識到 可能是自己的問題 就可能是可以意識到說 哦那可能是這個 講的 方法不對 這樣子 嗯 謝謝柯基宇的一封信 是不是說法問題 對 因為有時候 就你知道嗎 講話 本來就是 對啊 就是藝術啊 藝術 那我 本身就 詞彙量沒有很多 所以 有時候可能 你想表達的 跟你這個詞彙 就沒有對到 就沒有對到 所以可能 他們理解的 那個 情感 是不一樣的 就是我可能講了這句話 但是你們覺得 喔 我這一句話 不是這個 意思 但是你們理解成那個意思 也是有可能 對啊 就是 很難啊 就是講話真的很難 很深奧 很深奧 對 當然因為我 或是別人認為這句話是生氣的 但實際沒有 對啊 就是 尤其是我覺得 留言這種東西 真的很容易 誤解嗎 就是很容易 誤解你們的情緒 就是有時候你們的情緒可能 你只是在告訴他一件事 會變成說 喔我覺得你現在在指責我 這樣子 就是我覺得你現在 是在糾正我嗎 就是那種 就是有一些文字 當你現在的情緒是這樣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這個文字看起來 就是在針對你 就是 但有時候他可能真的只是說 嗯 我建議你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但是你知道 因為文字沒有打好的時候 你的這種委婉的感覺 就會不見 就會變成說 你就是應該要怎麼樣 就是 他不會有語氣 所以說 文字的時候是真的要 好委婉好委婉 就是因為為了怕 這個人理解錯誤 所以有時候打字 就要很委婉 就是說 嗯 我可能真的認真 就是覺得 這樣也蠻好的啊 但是我覺得怎麼樣 就是 就是那個文字會變得很長 才會有那個 這個 有點委婉的感覺 不然的話 我覺得你應該要怎麼樣怎麼樣 的時候 我覺得你應該要怎麼樣 的時候 這個情緒可以帶入很多 我覺得你應該要怎麼樣 如果你用慢的方式去念這句話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 哦 他現在是 就是很真誠的在給你一個建議 你真的怎麼樣的時候 你幫他加了一點情緒進去的時候 這句話就變成說 哦 他現在在 他現在在說教 他現在在說教 你現在在說教我嗎 你為什麼這樣子講話 我覺得你要聽起來就很重 對對對對對 所以我就說 文字真的很容易會變成這樣 因為 因為 對嗎 因為大家 如果要打這種話 一定是要 想很久才可以打出去 因為 這種 要可以即時的對話 你不可能一串突然 有辦法打這麼多字 你知道嗎 就是沒有辦法 就是我想要趕快表達出 我想要跟你說 你應該可以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子 我想要趕快表達出 然後就會傳出一句 看起來沒有情緒 但是他加上了情緒 就會很可怕的一句話 其實核心都不一定看得懂 嗯 他就真的是 應該就是個性的問題了 就真的是個性的問題 他就是本身就是這個個性 但是你知道嗎 人的個性就是很難改變的 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 這麼輕易的就改變一個人的個性 所以就是說 不要太在意這件事情 因為真的是 對嗎 你 沒辦法的事情就是沒有辦法 雖然就是人嘛 都會想要說 可以讓他 改變 但是 改不了的人 就是改不了 所以 所以 如果 你還是願意想 試圖要讓他改的話 我就覺得說 你這個人真的很有耐心 真的很好 這樣子 但是因為是 如果是我的話 我就會直接 放棄 就是 是我的話 因為 可能是因為我不太相信 個性是可以改變的 所以 我不會花太多時間 去改人家的個性 這樣子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說 個性是可以改變的 我應該要努力的去改變他的個性 這樣子 對 就是有兩個派別 那 就是說 一個派別就是說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改啊 所以 我就是都跟你說 我覺得怎麼樣怎麼樣 這樣子 但是我的話 我的話就是 我覺得 個性是很難改的 所以 不管怎麼樣 不管 是用什麼方法 我都覺得這個人的個性不會改 除非他自己 他自己意識到 個性就是自己 想改的時候 只能靠自己改 就是別人想改你的時候 你就不會想讓別人改啊 就是 個性真的是 不會想讓人家改 所以說 當有人想要改你的個性的時候 你就會 強硬的人就會更強硬說 你為什麼要一直 覺得我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大幅度的改變一定是受到很深的傷害 對對對 很深的傷害 就是說 通常這種就是 自己 等到自己知道的時候 自己就會去改 這樣子 但是 那 這個人要花多少時間 才能知道自己 有問題自己去改正的話呢 這就不好說 因為有的人可能就是 他 活了很久 但他到最後 他都沒辦法改善他這個習慣 這個個性 就是他沒辦法改的話 他就是不能改啊 對 然後他可能 一輩子他都不覺得是他的錯 那他一輩子都不會改 那 有的人可能他真的 莫名其妙可能他20歲的時候突然發現 都是他的問題 所以他突然個性就改了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他自己的問題 自己 自己覺得 自己有沒有錯 這樣子 如果大家都會改 如果大家都會改 就不會有老害了 他這樣不好嗎 也很好嗎 我覺得很好 有自己的 組件 蠻好的 就是說 能清楚的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 能清楚的 知道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就是想做這樣的事情 你們 就是 外面任何人說什麼 我就是 想做這件事情 我就是做這件事情 的話 我也覺得也蠻好的啊 對 除非他真的覺得這件事情 影響到他 沒辦法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就是說 我今天就是想做我自己這樣子 然後你們都這樣子 但是我一開始就是想說 為什麼我要聽你們講這些話 我就是要做我自己 但是到最後他可能發現說 自己不能再這樣子下去 因為 就是 在做自己下去 好像 沒有 好像 也沒有什麼好處 就是 倒是很多壞事這樣發生的時候 那就 為何不試試看 不 稍微的 去聽一下其他人的事情 但 去聽其他人的事情 也不代表說 這就 叫做不做自己 就是 可能有些人就是覺得說 做自己就是不能 聽 其他人的話 他就是要做 做自己 嗯 繼續做自己粉絲好嗎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說 就是說他不想管這麼多 但是他想做自己 但是 但可能他過了一陣子之後 就發現到他這樣子 做自己 反而 大家沒有很喜歡 這樣子 嗯 那他可能就會意識到這個問題 那他可能就 這就是他要思考的事情 他到底要不要繼續做自己 或是他就選擇軟一點 軟一點 哼 就是 這樣子 就是自己去決定 那你如果還是想要做自己的話 那就是做自己 而已 就真的 就自己決定嘛 你如果就意識到說 大家都不喜歡 這個真實的我的話 那你 就只能改變你自己啊 不然的話 就是你可以強迫 大家喜歡真實的你自己 但是 那有沒有人要喜歡你 就是另外一回事嗎 另外一回事啊 之前有人建議他可以做自己 那就是 就是拿捏好那個做自己的那個成分吧 就是說 也不需要一百分之百做自己啊 就是你可以 偶爾 偶爾就是 藏起來一些自己的東西 藏起來 因為不可能一百%都 自己想什麼 就說什麼 很多回音都開始攻擊你 自己決定就好 大家自己決定就好啦 自己決定 就是沒在場 不知道耶 但是 有時候 就說 這個就是個性啊 可能他覺得說 別人 以他的角度 可能他覺得 別人都在場 但其實別人沒有在場 但是 他們本來 本身就沒有這些情緒 所以 可能 以他的角度來講 他覺得這些人在場 他們沒有真正的做自己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喔 他 沒有辦法 變成 那樣 可能 很虛假 很虛假的 樣子 但是 其實 對 其他人來說 那就是他真實的一面 只是他沒有那個情緒 呵呵 但可能他 眼裡來說 他覺得 除了他 可能大家都 不是最真實的一面吧 嗯 但對我來說的話 我覺得 我也是 其實 台面跟 私底下 就是 蠻 相似的 就是說 就是說 真實 真不真實 這件事情 到底怎麼樣叫做 真實 就是 因人而異 就他可能也覺得我沒有很真實啊 就是說 表演的時候 跟 直播的時候 跟 私底下的時候 但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三個時候都蠻真實的 因為就是 我想到什麼 就做什麼 呵呵 想到什麼 就做什麼 然後 基本上 私底下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情緒 所以 就會變成說 好像 很像 很像是場子嗎 沒有情緒 這樣子 但就真的是 私底下也沒有什麼情緒 所以 可能才會這樣子 覺得沒有落差感 就可能會覺得說 不可能 不可能 人生中沒有那種 低潮的 時 刻 這樣子 所以就會覺得說 怎麼可能這樣是真實的狀態 這樣子 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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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實可能會 對吧 會這樣想 確實可能會這樣想 可能會想說 他其實是在長 他一直都在長 他 其實走心很多 但他一直都在長 但我覺得 這樣沒有不好 就是說 我會覺得說 這個人很厲害 我會覺得說 這個人很厲害 假如說 他真的是 那個劍插了好幾個 這樣在身上 然後都有辦法表現著 他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 一樣的話 我就會很佩服這個人 我就會很佩服這個人 就是有辦法 把任何情緒都不表達出來的人 就是真的是很專業 但是 我 只能說 我不是 我只能說 我不是 我不是 我覺得 我是那種 情緒還是會表達出來 但是 我只是 那個情緒 很少會出現 這樣子 走心講出來 還是能留住粉絲 這需要 說話的藝術 對 這需要說話的藝術 所以我就說 嗯 有可能 對 就是說話的藝術 不夠 對 不夠 但我覺得有一部分 也就是 就是個性啊 有些人就是 氣頭來了 情緒來了 就是 沒有辦法經過思考的 講這些話 就是 就是 他不管這件事情 對不對 但就是 他現在的 他想要表達 他現在很委屈 這件事情 所以什麼都不會停的那個狀態 進入了那個狀態 就 真的 你講什麼都不會停進去 所以就是說 當你意識到這個情緒來的時候 你最好的選擇就是 轉移話題 或是 或是 順著他走 就是 就是 兩個 如果你想要 趕快解決這件事情 就是 順著他走 順著他的話走 是最快的 嗯 這是我的人生體悟 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人 我覺得這個人呢 他 情緒要來了的時候 但我不想跟他吵 的時候 我就會順著他的話 即使我不是這樣想 但我就會順著他的話走 對 呵呵呵 順著他的話走 這就會 完美的有一個結束 結束這樣子 嗯 所以在於聽的人 不要聽進去 沒有 就是說你要看著 去做 選擇 對 你都知道他就是 這樣子的人 就是 你相處久了 總會知道他的個性 是怎麼樣 你都知道他是這樣的個性 還去跟他一碰一 就是說 就是說你不夠懂他 但如果你真的很懂他的時候 你就會選擇 那個最安全的方式 對 最安全的方式 嗯 對 假如說你今天 這個人 他就是 他是認真的想要聽你們 真實的 建議的時候 你就可以跟他講 真實的建議 但假如說你知道這個人 他就是不是要你給他 真實的建議的時候 你給他真實的建議的時候 他就會生氣 所以這種時候 你就是不能給他真實的建議 你就是要說 嗯 你沒有任何需要改善的地方 嗯 對 就是說 要懂得 觀察這個人 想要的是什麼 當他想要的是 那個東西 你就給他那個東西 呵呵 對 對 但有時候你就知道嘛 就是 但我就是 過不去這樣 那你就真的是 自己 選好這樣 自己想好這樣 就是 有些人就是說 喔 即使是這樣 那我也可以 就是 這樣子 客套化一下 這樣子 然後過去 這樣還是可以好好相處啊 不是嗎 那還是可以好好相處 這樣子 就是 就是 有時候就不要走這麼深 不要走進去這麼深 不要走進去這麼深 你就淺淺的 就跟交朋友是一樣的意思 你就知道說這個人 就是很容易會怎麼樣 所以你就是淺淺的 你的對話都跟他淺淺的 就是你不會直接 戳到他的痛處 但如果你知道這個人 久了 你知道這個人 是可以 被戳到痛處的時候 你自己 自然 自然會知道 對 你自然會知道這個人 想要的是什麼 但你 你就是知道這個人 一點都沒辦法承受住的時候 那你就改變你自己嘛 就是說 好 那我就都用這個方法 跟他說話 這樣子 對嘛 比如說 像我的話 我就會知道說 啊這些人 就是 對嘛 很容易會走心 很容易會往心裡去 那我這些真實的話情 我就不要跟他們說 我就是自己 自己在自己的心裡面 想就好 就是我不去跟他說 除非他真的想要改的時候 那我可能會 這樣一點一點的跟他說 但是通常 就不會 就是一直是 在 在內心裡 除非說 他真的有 碰到這個話題 所以我可能會 考慮直接跟他講真實的 真實的 真實的 你嗎我嗎 對啊 所以因為 尤其是工作 工作就 工作就是 有時候就是 總是要 現實一點 對就是要講一些 比較直接 比較直接 比較直接的話 這樣子 所以說 就 有時候就是 自己取捨 你想要 就是 這個 維持這個友好的關係呢 還是 選擇 工作上的效率 就是 就是 就有兩個選項 這樣 這樣 就是說 就是我身為一個朋友 或是我身為一個普通人的角度 就是 有時候會有很多的說法 就是 如果是 他今天 他今天安慰 就是他今天很難過這樣子 他身為一個朋友 你可能就會覺得說 那我要安慰他 這樣子 那如果身為一個 想要幫他解決的時候 你就不能 選擇 當他的朋友 你就只能是 要做好 會被他討厭的心 去跟他講說 我覺得 你應該要怎麼樣 然後這個會怎麼樣 這樣子 去跟他講 但你就是 要做好 那個心理準備 叫做說 你跟他講真實話的時候 你很有可能 就再也不是朋友了 你知道嗎 就是自己想好 自己想好 被討厭的勇氣 但就算被討厭了 也不一定對方能變好 所以不建議 對 所以就是說 就你自己想好嘛 你就是想好 即使被他討厭力 你也沒差的話 那你就這樣 那你 可能就是 你就是忍很久啦 你就是沒辦法再忍受 一直這樣附和他這樣子 那 就是 很受不了的話 就代表其實你也沒有很想維持這個關係的時候 那你就 就是直接跟他講 因為也沒有要怕的事情 就是說 你也 這段關係 你也覺得 可有可無 的話 你就直接跟他講 那如果 如果 要嘛就是他可能真的改了 那就 很好啊 這樣 那如果他不改的話 那就是 那就是這樣 那種感覺 所以 基本上 大多時候 應該都是 後者吧 就是說你跟他講了之後 發現 他就是沒有要改 那就是 就是這樣散的 那種感覺 你覺得還有就嗎 哈哈 他那邊討厭還是 明將是真的有在對 在乎對方 嗯 是吧 是吧 其實我覺得 願意跟你說真話的人 就是還是蠻好的 只是 就是 就是這個說真話的人 到底是不是真的 好的 話 這樣子 就有時候 可能這個人講的真話 真的是錯的 的時候 就確實是 不要去聽 會比較好 哼 對 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你想要他改 所以你才會跟他講 但很多時候都是 不會 這麼順利 很多時候就不會這麼順利 那 就真的是 比較難 嗯 所以才會說 大多數 人與人之間都不會說真話 朋友跟朋友之間很 大多時候都不會說真話 因為就知道嘛 這種東西一講開了就會 很尷尬 反正跟偶像之間的界線 對 就是即使是 朋友跟朋友都不太會去 談這種 這種 要改的事情 這樣子 變成粉絲叫你改的時候 確實會 有種 為什麼 為什麼要 聽你們的話的那種感覺 確實 會這麼想吧 哼 對 同事都沒有說我不好 粉絲說什麼 對 但是你知道嗎 因為工作啊 同事嘛 說是朋友的話 我不知道 但是 說到底我們就是同事啊 在同一個團體裡面的同事 這樣子 所以大家都會為了工作 環境氣氛是好的 所以大家都會選擇 不去說真話 所以 所以 當然 當然 很多時候 本人不會知道這件事情 哼 所以 那就會理解成說 成員都沒有說我怎麼樣 那你們為什麼要一直說我怎麼樣 對吧 但沒有辦法 因為就是 對啊 就是身為成員也不想要去跟人家 這樣子 硬碰硬嘛 對 所以就是 也沒辦法怪任何人 很真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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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說 就是不太會說啊 不太會說說我覺得你哪裡不太好 除非真的有這麼一個熱心熱血 這麼 會去關心他人的一個人 在的話 說不定 也是有可能 但就是說 就是 大多處的人 還是 比較冷血的 就是說 能不參與的話 就不去參與 怎麼跟距離很遠的偶像這樣說 就說 就說因為 直播嘛 就會 因為次數也多啊 然後 就會有種很 親近的感覺吧 而且 因為主要你們就是打文字啊 所以 打文字的話 就不是面對面的話 本身就比較輕易吧 就是會覺得說 好像什麼話都可以傳達到 這樣子 那就是說 很多事情就是 就是還是面對面講會比較 會比較 比較 好 那個嗎 理解 就是直播其實沒有 不是一個很好的 就是情緒交流的一個管道 問題是你不想花錢說這個 那就 對啊 那就沒有辦法 這真的很難 很難 握手會 但文字比較沒有溫度 對啊 所以我就說 就是說很難 這個要有個 天時地利人和的時候 你會先下跪邊哭 說教廚 說教廚 就是說說教廚還是要看啊 你就 應該說是 大家應該都可以分辨 這個人就是來刁難你的 跟這個人是 衷心希望 你變好的 那種 還是可以分辨得出來吧 就是說你會覺得說 這個人在講什麼 這個人 講的這些話都 我都覺得很 那個 的時候 應該還是可以分辨得出來 我不確定了 大家都可以分辨這句話前提 就可能 就錯了 真的嗎 那可能 打從一開始 他就把你們當敵人 對 他打從一開始就沒有把 你們放在他的陣線 遇到或所會要或十分鐘的縮腳 不知道耶 除非對偶像很熟 見面我大多說好話 大破坊 嗯 就是說 偶像跟粉絲 本來就是 互相往來啊 感受到雞湯的毒性 就是說 他終究就是把你們當 外人 就是粉絲 但是是外人 但是 可能對我來說 就是 真的 粉絲的話 那就是真的是 我們是同一個圈子 這樣子 然後在外面的就是 朋友 友人 家人 同事 但是粉絲跟偶像 這個圈是 在一起的 但可能對於他來說 他的偶像 是自己一個圈 然後 外面那一圈 才是粉絲 就是 你們不是放在同一個圈裡面 就是 粉絲是在 偶像 偶像在這邊 然後粉絲是外面那一圈的 就是說 你們不是這樣放在一起的 這一個圈 就你們沒有 合在一起 就感覺你們是對立的 就是粉絲 跟偶像是對立的 的這個 狀態下 那其實就是 不管說什麼 他都不會聽進去 因為他就是 從頭到尾都沒有覺得 你跟他們是 同一個陣線 粉絲就是課題而已 這樣跟朋友也都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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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就是說 你需要的時候 你就覺得他們應該要在 但他們需要你的時候 你不會在 對那種感覺 就是 你想要他們在的時候 他們就得在 但你又 但你又不是 時常的 陪伴他們的那種 感覺 還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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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覺得說這個話題 挺危險嗎 哪個話題挺危險 你說哪個部分很危險 你說對於我 的關係嗎 還是什麼地方會很危險 哼 粉絲是外人的部分 粉絲是外人的部分嗎 但我覺得粉絲是外人沒有不好啊 就是說有時候還是要保留一些 自己的空間嗎 不是欸 那是什麼部分 結果引發事件 引發事件 粉絲本來就是外人 對啊本來就是外人啊 只是說 才是有那個吧 對 從國術 引發事件 連鎖的效應 當時 連鎖 你說在我的直播間有連鎖效應嗎 類似什麼 類似什麼 這是 他有人會去說 你看我都這樣說 之類的 但是 就有的成員可能不希望這樣的事情被拿出來談之類的 你之前是這樣 成員會覺得 為什麼去找別的成員在講 那就 也不能怎麼樣啊 就畢竟 這又不是一個 隱藏的東西 其實就是 就只是說 這東西還是公開的不是嗎 公開的不是嗎 就是 想去討論這件事情是 每個人的自由不是嗎 所以 也不能說什麼不能去討論這件事情 應該說當初 都講了 對 都在直播上講了 那就 那就 自然而然它就是會擴散 就是 有時候就是 直播講的話 就會覺得好像 講完就沒了 但有時候就是會 它就會這樣子一直 延續下去 延續下去 然後 流傳各處 但是真的很難不流傳啊 這種東西 就是 很難不流傳 所以 對 我 確實 確實 可能會這樣想 就是說 啊 為什麼 我們自己 之間的事情 你要去外面 這樣到處亂說 確實 可能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但是呢 就是 對吧 大家都這樣講了 就是 也 代表說你們也走投無路了 才去尋求他人的協助 哈哈 哈哈 然後就被禁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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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立起來很鮮 什麼它立起來很鮮 它沒有立起來 走投無路 就不是嗎 通常 通常這種就是說 我自己處理不好的事情 就是因為我就是處理不好 所以我才去問其他人 那你 如果要說 為什麼我要跟其他人講 啊 就因為我沒有辦法處理好 我就去跟別人講 沒有辦法 不然你跟我處理好啊 的那種感覺 不是嗎 哈哈 不然你跟我處理好啊 我就是沒有辦法跟你處理好 我才去跟別人講 哈哈 不然的話 就是 老實說 自己也沒有想要跟 這麼多人 自己也不會想跟這麼多人 講這些事情 不是嗎 總不會說說 喔我跟誰吵架 然後我到處去跟其他人講 就是 也不會啊 你自己也不會想 一直去跟別人說 喔最近跟誰 真的很 很差 什麼的 就是真的是 就是只能跟幾個人講 就真的只能跟幾個人講啊 對啊 因為世人都會尋求第三方的幫助吧 就比如說我現在跟你們講完 然後我就去跟成員講 那可能這個粉絲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跟 那個成員講我的事情 這樣子 他覺得 為什麼不能講 那粉絲去講之後 如果我說 你為什麼要去跟其他偶像講這件事情 這時候就是一樣的問題啊 一樣的問題 尋求協助這個概念 其實他粉絲OK 但是他是同事不行這樣 這題很難 對 有時候是 可能 可能人選有差 就是你跟誰講 的人選 你可能 他還會更在意這樣 挺難 挺難的 真的很難 嗯 嗯 但 我不知道耶 不知道耶 但就 本來就是你的偶像跟 你的粉絲 自己 說好的規矩 自己 自己選擇的 自己選擇的 對象 所以 就是說 就沒有辦法 就是說 當初大家推我的話 就可能就知道 我是一個怎麼樣的人 有看直播的話 所以 就是說 當 大家本來就知道 我是這樣的人 如果你知道我一直以來 都是這樣子的人的話 你就不能 說 想要去改變他 但如果他是真的是 變了他以前真的沒有這樣子 但是 後面真的這樣子的話 我可以理解你想要他 回到 以前那個樣子 粉絲房 反正就是 就是 有時候也是會有啊 進於你變了 就是 偶爾也是有啊 就是 會有一些 磨合 跟自己粉絲的磨合 這樣 就是 對啊 但是 就從以前到現在 都蠻相似的 都蠻相似的 跟我 大家跟我的相處方式 他給了他好像可以有一點改變形容 變得更愛你 磨了五年 事實證明並沒有 對 或是就是 氛圍不對 氛圍不對 可能一開始 還有點 蠻好的這樣子 風向開始不對了的時候 就不一樣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 被盜帳好 被盜帳好 對啊 但我覺得 本來就很難啊 就是 當偶像這件事 我覺得當偶像 真的好難 就因為有很多種 對嗎 很多種 就是 喜歡 就是會喜歡他 就是不會喜歡你 就是 就是會有很多種 這種 對吧 所以就是說 很難啊 本來就不會被 大家都喜歡 就是 就是 就是會有人不喜歡你 只是那個程度 是 到哪裡這樣 人生要順順的結果 挑了這樣 對 但是 比起其他人 我覺得我的 偶像人生 已經算是順順的 就是不會有什麼 那種 大風大浪 今天預計播到幾點 最晚的話 可以到 最晚的話 可以到 5點半 6點 這想法是成熟的 可能有的人不喜歡這種老成熟個性啊 不喜歡老成熟的偶像 這樣子 我就是個老人啊 大家知道嗎 ISTJ是個老人 就是個老人啊 他內心 內心年齡好像有個六十幾吧 哈哈哈哈 喜歡跟合適哪個比較重要 喜歡跟合適 我覺得合適比較重要 你被ISTJ被榴彈打散 就是 我就是有看到好幾個說 ISTJ 就是第一個好像是一個綠色的 老爺爺 然後第二個是ISTJ 其實我有那個 上輩子的記憶啦 原來我喜歡的偶像是個老人 很容易消耗愛意去榴彈 我覺得合適最重要耶 因為 先合適 再去喜歡 的話很容易 喜歡 先去喜歡 但是不合適的話 你沒辦法強迫你去合適 我是老爺爺混穿 我是老爺爺 轉身 轉身偶像 轉身偶像的老爺爺 轉身偶像的ISTJ 都是衝動之下正推 不合適就是想要合適 也是蠻厲害的 我的話就是我喜歡這個人 我看了 我喜歡 但是 某個地方 開始我覺得不合適之後 我就會馬上脫手 對 不合適之後就會覺得 就淡掉了 這我也有分享過 馬上脫手 就是說很 很常就比如說 可能被舞台 舞台吸引啊 被節目吸引啊 然後 看著看著 突然看了一些物料 看了一些後台花絮 看了一些花絮 之後就突然覺得 對這個人沒有興趣了 就突然就沒有興趣了 這樣子 無聊 就是 就有很多啊 比如說剪輯啊 或是直播啊 或是 講話 對話之類的 這麼快就冷感了 就是說 人就是會有不擅長的類型 偶爾就是會有一些不擅長的類型 所以就會發現說 我喜歡這個人的長相 這個人的表演 但是我就是不喜歡這個人的個性 的時候 我就會放棄 我就會放棄 你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就是個性和的話 還是很重要 開七天就好 看完反而陷得更深的類型 看完反而陷得更深 就有時候就是 要嘛就是很和啊 要嘛就是你還不夠 深入 好像可以選擇性子看一部分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 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因為 對我們來說 我覺得 大家如果是喜歡舞台上的 跟他 偶像的這個感覺的話 我覺得大家就不要看死了 因為直播是最容易 失去那個偶像的感覺 的一個地方 所以說 你如果把這個人當偶像 我覺得就是說 就盡量不要去看直播 因為直播就是一個 很容易 鬆懈的地方 所以就會 對嘛 就會沒有 那種偶像感 然後你就會 冷掉 的話 我覺得是常有的事情 但會被說直播都沒有人看 確實 不知道為什麼說起來特別有說服你 這是 那就真的 就是 可是就是說會在意的人 就是會在意啊 會在意的人就是會在意 施壓的部分 但對於我來說 直播有沒有人來看 好像不至於 我是覺得說 我會希望大家活動的時候到場 到現場 但是 直播的話 沒辦法到的話 就沒有關係 因為 不是所有人都有那個時間 去看直播 因為如果我是粉絲 我不可能每一場直播我都去追到 我真的不可能 但如果我是一個可以每一場直播都能追到的人 那我可以 以此去 限制你們說 你們也要像我一樣 但是因為我沒有辦法 所以我就不會跟你們說 一定要來看我直播 因為我沒有辦法 因為我沒有辦法 我真的沒有辦法 我大概 有可以看一場 大概三十分鐘 我就覺得 我好厲害 要我被直播綁架兩個小時 我真的是覺得 老實說很難 真的好難 真的好難 我真的沒有辦法 就算是公演真首 我也沒有辦法看著他兩個小時 的直播 真的 真的 我會去做其他事情 然後不會留言 真的 我真的覺得會留言 然後又可以看這麼久的直播的人 真的很厲害 我真的沒有辦法 所以 對 真的很厲害 15小時的彎彎 所以我就說 真的 你開了直播 真的願意來的粉絲 就真的是 就是 就對 誇獎我 就真的是 很棒 大家真的是很棒 要有愛才看得下去 真的是要有愛才看得下去直播耶 真的 而且尤其是我直播一天到晚都不知道在幹嘛 就是 要幹嘛 就是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 老實說我的直播也不太會有什麼唱歌的部分 就是因為我就不喜歡大家唱歌 然後會被剪 會被剪成那個片段 這樣子 我就不想 不想要唱任何的歌 讓你們剪上去YouTube 這樣 所以我就不會 也不會唱歌 所以失去了唱歌這件事情之後 好像直播能做的事情 除了能聊天 啊沒有話題以外 就真的只能發呆 就真的只能發呆 然後大家就可能說 喔可能就唱唱歌啊 哈哈哈哈 唱唱歌啊 這樣 然後就 發呆一把畫個手機 畫個手機 沒有話聊的時候 就真的是沒有話聊 真的沒有辦法 太了解了 那是在水時速 對啊 好難喔 但是到底為什麼可以播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 老實說我在幹嘛 我真的沒有記憶 但是對於我來說 就是說 這是一件很輕鬆的事情 才是有辦法播八個小時 這是對我來說 不是任何的負擔 所以我可以播八個小時 當這個事情是負擔的時候 一個小時 十分鐘都嫌多 但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是不適合我的時候 就是 開了十分鐘 就是不想開 現在都有十五個小時 我只是突然心想 這有時候就是想 想聊的時候 就是想聊啊 消遣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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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耶 但我覺得 這真的很難啊 這真的很難啊 真的很難耶 要怎麼留住自己的粉絲 真的很難耶 我自己也覺得很難啊 就感覺大家時不時 就可能會跑去其他地方 但也沒有辦法 就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就不想要約束 任何一個人 只能綁在我這裡啊 對啊 我覺得是偶像 都應該煩惱 說怎麼留住自己的粉絲 對 但只是我 跟別人相對之下 沒有這麼的 煩惱這件事情 嗯 我也會沒有安全感 嗯 也不是說沒有安全感 就只是說 沒有 沒有 沒有實感 沒有那個實感 就是說 就是我沒有那個實感說 我到底 粉絲有真有減 就是我不會有那個實感 就是不會有實感啊 所以我就會 在想 會不會其實 是在減少 只是我自己沒有 發現這件事情 對 就是我自己不會發現 沒有到產生壓力 啊 你說如果是 這個部分嗎 這個部分嗎 的話 我不知道 嗯 業績少了才知道 我現在 但現在有一個實際上的東西 就是 兜粉 因為兜粉的話 有訂閱你的那個數字 有真有減 那個就是 一目瞭人 但是你知道嗎 所有事情不是只能看兜粉而決定 就是不會訂閱的路人 就是不會訂閱 但是他認識你 他可能覺得你很可愛 這也是有的 但是他就不會訂閱這樣子 或是 就是他就是喜歡你 但他也不會去訂閱你的會員 所以 所以 也不是全部 就是 兜粉也不是全部 但是就是說 有時候還是會 偶爾會突然 開始懷疑自己說 到底 會不會其實現在 我的粉絲都 跑去其他地方啦 就是 有時候會突然 會突然 想到說 最近好像 會不會其實少了很多人 但是我沒有發現 你自己不喜歡兜粉 看你自己不喜歡兜粉 不要懷疑就是 可愛 可愛 對 因為就是很多人都是那種 就是 他看表演 他看表演 他看現場 他看公演 但就是 他不會犯你 對吧 對吧 就是說 我現在 以我的體感 以我的體感 是 我的體感 是 覺得說 我至少沒有被大家討厭 這樣子 至少大家都可能還會稱讚我一下 但是 這些人 不一定是我的粉絲 但大家會稱讚我這樣 對 免費追蹤訂閱比例 大概4比1 這樣推你進來的朋友 就真的只想看表演 你負評我搶個 目前 但是我是沒推 也可能加兜粉 可能願意稱讚也很好 要這樣想 對啊 所以我就是說 我就是說 安全感是什麼東西 對我來說 我 沒有 不至於說沒有安全感 這樣子 就是我沒有 不會有什麼 安全感的問題 但是會在意的時候 還是會在意 就是說 大家只是會說 很可愛 表演很好 很亮眼 但就是不會推 的時候 還是會想 還是會想 對 就是 即使都這樣子 但是不會推你的人 就是不會推你 對 但是我不是會說的類型 對啊 我覺得是因為可能 對 老 老爺爺了 老爺爺了 就不太會去 跟大家說 什麼 大家最近都不推我 大家都跑去推新人 就好像 就是已經老爺爺了 你知道嗎 就是好像 對於這件事情 已經 就突然要做這件事情 會有點 覺得說 自己不應該這樣子 就是自己就是個老爺爺 自己就是個老爺爺了 就不應該去講這些事情 就是會突然覺得說 好像怪怪的 就自己講出這些話 好像怪怪的說 哈哈 太成仙了啦 對啊 就 就會開始 就 但有時候我其實也會蠻羨慕那些 可以一直去說 什麼 誰誰誰啊 你一直去看誰誰誰 都不來看我 這種 你都去 什麼什麼 然後 對啊 你不是說推我 然後你怎麼一直去看誰 就是 這種 已經回不去了 你知道 已經回不去了 就是 雖然會在意 會在意的話 是會在意 但是 不會這麼的 覺得說 喔這些話 一定要 一定要說出來 這樣子 這一定是在說衣品 也不用說衣品啊 就是說可能 就是 後背 後背應該都是這樣子 對吧 因為就是說 我知道這種方式 比較好挽留粉絲 呵呵 就是這種方式 真的比較好 挽留粉絲 不是嗎 哼 有在查水表的嗎 我查水表是查歸查 但是 我很常就是 看了就忘了 就是說 就是我會查 就是 可能說 最近 喔這個人有在關注 這個成員喔 這樣子 喔 原來他 除了 除了 發我 以外他也會發其他人 這樣子 偶爾會 去 接收一下這些訊息 但是 我不會去 特別的 說 你是不是 最近喜歡 誰誰誰 就是 好像是不至於到 要去逼問 一個回答 就是說 就是 好像不會去逼問 要有什麼回答 就是 發我也會發別人 就是 就是可能 對我來說 我以為他 就真的可能只推我 這樣子 就發現不是 這樣 的時候我會很意外 就是說 喔 原來 原來如此 的那種感覺 就是說 原來如此 對 因為有時候 對嗎 偶爾還是會有那種 自己知道 說可能 他就真的TP 就只犯你 這樣 就偶爾還是會 可能有幾個這樣可以這樣 說到 喔這幾個應該是 只有推我這樣子 然後 偶爾就突然說 喔 原來他最近有 一點點 想要 想要 就是 就是 可能 找到了另外一個 但不是TP就很多 對 就是會 獲得一些 數據嘛 有一些數據 對 就是 但對我來說 大家很在意單推 我覺得多少還是會在意吧 尤其是 單推久了的人 突然 多了一個新的推的時候 就會擔心啊 你就會擔心 會不會 終於一天 在你這邊的趴數 會剩下1 然後99趴都在另外一邊 就是還是會 擔心嘛 會擔心的人 就是會擔心 放在頁面多了一個人 對對對 就是 他就覺得這些會 分散嘛 就是 對於 這叫什麼 這是那個T人跟F人的理論嗎 就是 對T人來說 你就是分散了 三個 你就是分散了三個 那可能 對他 其他人講說 可能 就是 他 都會付出三個 一樣 喜歡 但 就是 怎麼來想 都絕對會有 差距吧 就是說 推表之間 都會有差距 所以 不太可能說 你真的 真的說 喔 我對你們都一樣 就是 真的不太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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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有落差 絕對會有落差 這種時候絕對會有落差 所以我說 大家能不在意 通常都是假的 因為絕對會有落差 絕對會有落差 你 你這邊 比如說我這邊是一推 這邊是二推 這樣子 然後 因為一推是最一開始的那個人 然後二推是 後來加的那個人 這樣子 那可能 喔 不會不會 我一直都會 很喜歡你很喜歡你 這樣子 就是 但是因為 多了一個人 所以總是會分一些過來 這裡啊 的時候 那你如果可能 偶爾說 喔你好可愛的時候 他就會想說 喔 都這樣喔 就是都 喔 對啊對啊 他已經不是 只喜歡他一個人 這樣子 所以就是說 我跟你講 單推跟滴滴的差 還是有差 所以我就說 我就說其實 滴滴沒有不好 因為滴滴就是 你一開始就知道 他喜歡很多人 但是單推就會有種說 呃 你當初明明就是 最喜歡我 你 你現在 已經不是這樣子 的 會有那個落差 你知道嗎 所以 當初一開始就是 表明說 我就是喜歡這幾個人 就是 我沒有只喜歡 這個人 這樣子 就是不要把自己的那個 台階先砍掉了 這樣 就是說 先留一點空間給自己 說 可以 再去多看看的 那個空間 可是看著別人的 字界轉換還蠻有趣的 但是喊著推要負責 對 但其實 也不需要負責什麼 就只是對你的推負責而已 對 你都說了推 你就是要對你的推負責啊 不然他幹嘛要相信你推的 單推不有產 如果推是這種可以隨時都拔掉的話 你不如一開始就直接說 喜歡誰誰誰 就是 就是 你都寫推了就好像有種 你一輩子都要推下去的那種感覺 但是 你 就是 推一下下 然後就 撤的那種感覺 就會想說 推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 東西 就是 會開始逐漸的不知道推是什麼東西 就是說 原來推是這種 我剛看了一個MV 他就是我的推 然後三天之後 我不犯了 不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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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注就算推 還是說 再看看吧 推有這麼容易嗎 可能就對於他們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稱號吧 就也沒有特別的意義啊 推 推一個 一聲推 沒有很看重這個概念 神推別亂用 神推喔 神推真的 我不知道耶 可能時間到了就會覺得說 這個人是你的神推這樣 神推真的 Label太高 我是覺得 以我現在的心態 就是 就是覺得 大家 表演的時候 那一看我 我就很開心 我就很開心了 好像 不需要 就是說勉強大家 去 去 去 買我的周邊 還是會看別人 像是今天下午美食 其實 就是 偶爾還是 蠻好奇 其他人的粉絲 就是 蠻好奇 就是 因為 你知道 有些人就是 他就只會去看他的推的直播 對 但有時候就是會很想要了解一下其他粉絲 喜歡 他們的推的 點在哪裡 就是 這個叫做 學術研究 學術研究 就是很好奇啊 就好想 好想知道一下 人間觀察 對 人間觀察 對 人間觀察 觀察一下 觀察一下怎麼樣 就是 這個人喜歡的類型是怎麼樣 這個人 怎麼樣會 被吃了死死的 這樣子 就是會了解一下各個粉絲們是如何被自己的推 做一次的死死 開始研究一下 究竟是哪個部分 究竟是長得漂亮 還是 就是很會 琴的 或是 很會查水表 或是很會給飯撒 或是很會講話 這樣子 很會唱歌 這種 或是 就是 很會跟粉絲當朋友 之類的 就是 去 就是去觀察一下 這個粉絲跟偶像之間的關係是怎麼樣 哈哈哈哈 觀察這個人最近是不是走心 很會請樂的部分 所以都這樣吊人 要不要先分析一下數字局門 數字局門嗎 我來分析一下好了 就是覺得說 其他的偶像們的情緒波動都有點太多了 會覺得心很累 那最後的話 覺得最舒服又最安穩的地方 就是這個地方 所以最後會回來這裡 哈哈哈哈 所以會回來這裡 因為是外面實在是 就是 可能會有很多波動 就是會覺得很辛苦 然後要一直 給那個偶像甜頭 然後 不一定會獲取什麼東西 但在這邊的話 不需要獲得甜頭 但是什麼也沒有 但是這裡就蠻自在的這樣子 所以會在這裡 哈哈哈哈 對 就反正這裡也沒有甜頭 但也不太會 就是 沒有得到什麼 也沒有什麼問題 這樣子 但因為在其他地方 可能就會想要得到什麼 但他沒有讓你得到的時候 你就會很難過 然後最後走一圈回來之後 發現 但我也不會給你什麼 但我沒給你什麼 你也不會怎麼樣 所以最後還是會留在這裡 哈哈哈哈 就是因為當初這邊就沒有任何甜頭 所以就是說 就是說 來這邊 是一件好像 沒有任何壓力的事情 哈哈 這裡有我鎮壓 這裡有我鎮壓 圖書館的概念 哈哈 圖書館的概念 嗯 嗯 不會有得失心 因為得不到 呵呵 來 來 最後放零一的原因 就是因為沒有得失心 因為 你想得也得不到 哼 得到了就是幸運 他可能下次就沒有了 呵呵 下次就沒有了 嗯 對 偶爾得到就會覺得說 哇 哇 哇 呵呵 呵呵 哇 可以再撐幾 幾個月 哈哈 哈哈 嗯 嗯 把今天衝大獎 嗯 一種合適帶的喜歡 嗯 得到就是賽到可以買樂透 對 這是可以擁有的嗎 開始害怕 是不是 擁有了反而會害怕 哼 本來就沒有怎麼有得不得到的問題 嗯 這邊的那個教徒 哼 教鬼 告解的神父 為什麼很多人會留在這裡 對啊 這是以我的 推斷 以我的推斷就是說 大家已經習慣了我這個模式 所以本身就 不求得失心 那不求得失心 本來就不太容易走心 就是因為要先有得失心才會走心 那你已經沒了得失心就很難走心 其實 很平穩 很平穩 但 平穩就是 還是有好有壞 所有東西都有好有壞 對啊 平穩就是 換句話來說就是無聊 呵呵 就是無聊 始終如一 要先得到什麼之後得不到才會走心 不會迎合粉絲 嗯 因為我不知道欸 我覺得 就是 想要得到什麼的話 一開始進來就想要得到什麼的話 平穩還能有趣是真的厲害 有嗎 有嗎 有有趣過嗎 平穩的有趣 嗯 得不到就會走 對 通常 因為很快嘛 你很快就會發現在我這邊得不到東西 很快就會發現 你不需要說什麼 喔 犯了三年發現 得不到東西 就是不會 就是你不會 因為想要得到東西的人 他就是會在最前期的時候 就想要得到這些東西 那你這前期就得不到 他很快就會走了 就不會 就是說到最後的時候 為什麼這樣 就是說 可能我就是會有那種 很快就讓人家放棄的氣場 很快就 很快就讓人家放棄 為什麼呢 換講根本離不開 嗯 想得到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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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 剛來嘛 就是初見這樣 可能他想要得到你喊他的名字 可能在這邊不太會得到 畢竟我好像不太會有那種 謝謝誰 哈囉 謝謝誰 哈囉 就好像我好像很少念名字 好像很少念名字 你看 尋求關注的人後來都放棄了 真的假的 曾經有人在這邊尋求夠關注嗎 很久嗎 然後我沒有理他們嗎 真的假的 但我還是認得超多人 這是說人類觀察的途中就會認識很多人類啊 嗯 只有你應該會念名字 確實 雖然沒有印象難怪對方放棄 都沒有名字了 念排名跟送禮才會念名字 所以其他人都會念名字喔 會說什麼誰誰誰來了這樣子 看得出名字但臉這麼醜 見送突然被叫住就暈了 但其實也不是什麼很大的反應 我這個人就是 想到就會說啊 有些會 常常會指名到什麼 啊 你說那個誰誰誰你講什麼這樣 看你耶 有的會 可能是因為就是如果講名字的話就會 就會 怎麼說 中斷嗎 那個話就會中斷 某些吧 可惜你講名字就會有一波沒講到的被走行嗎 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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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就是什麼都可以走行啊 其實 以前就會有 什麼被 什麼走行 就是說 我進場的時候 你都沒有跟我打招呼 之類的 是嗎 這種嗎 我送你禮物 你都沒有念我的名字 確實耶 確實耶 現在也是煩什麼都能走行 對阿 確實耶 現在也是煩什麼都能走行 反覆出直播間 對啊 連兩浪花的都 確實耶 我兩浪花都不會念 謝謝 好糟糕喔 好糟糕喔 我都只念那個 啾啾你喔 跟搓搓你 跟搓搓你 沒有臉部特效的都不會念 好糟糕喔 挑禮物 都這樣子 好糟糕喔 啊 什麼東西 現在中文的妙妙的藍貓 壓力壓力 謝謝壓力壓力 確實 確實耶 大的禮物就會念 小的禮物就會只念名字 壓力壓力 謝謝壓力壓力 有時候會講名字 有時候會講名字 就是說 我沒有意識到這些事情 我沒有意識到這些事情 對 就是說 謝謝原本祥銀 謝謝紅玫瑰 謝謝會員票 這樣就是會直接 這種 我會直接念名字 知道以後怎麼做了 謝謝會員票 就是 對 但是我 我不太會分辨 因為有時候 有些東西 我其實不知道他們實際上的價錢 是多少 謝謝壓力壓力 謝謝貓的手說 就是我其實不知道他們實際的 對 所以我就是 只知道說 衝衝你這種特效比較強的 會念 會念名字 對 就蠻有趣的啊 我就覺得 就覺得很有趣 就是要有跳出特效的東西才會念 聽起來好糟糕 這就是那個嗎 老油條 的那個 老油條的 部分嗎 就是說 我已經 我已經 就是對這麼久了 所以我只念這種 好討厭喔 好討厭的人喔 擋到畫面就會念 對啊 對啊 那聽起來不覺得很討厭嗎 其他 其他人的直播 送紅玫瑰 他都會念我的名字 就只有你的 直播 你都不會念 你都只念那個 會送熊抱的人 去找那個會 兩個紅玫瑰也會念名字的人 謝謝吉米宙的夢幻眼口 真的會有人這樣跟你講嗎 不會有人這樣跟我講 但是 說不定會有人跟我有一樣的 問題 然後會有人去跟他這樣講 就是說絕對會有人這樣 被說 但是 只是說我 很少被勒 很少被勒 或是 真的是我沒有發現 也是有可能 我沒有發現也是有可能 只好去武器那邊 丟紅玫瑰刷存在 對對對 只是說 越後備 越後期進來的人 越不 越少直播的人 就會越容易 就是 珍惜那個 粉絲 那個 直播間的 粉絲留言跟禮物 跟入場 進場 但因為就 我們這些人 就算播了很久 就會自動的 略 略過一些東西 這樣子 還會煩效果 中午 我還沒吃 還沒吃 小朋友粉絲還在牛洞 對啊 就是說 先鞏固一部分的粉絲 先鞏固一部分的粉絲 那 這些 這種 淺層的 淺層的 說 說轉推就轉推的這些 就是真的是 只能 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樣子 但是對於那個 剛進來的 後輩們 就是 這些會流動的人 要怎麼 抓住就是 真的是自己的問題 但是這種 流動的人是最難抓住的 你知道嗎 流動的人就是 說 走就走 就假如說他 你流動 你綁住他三個月 他三個月後 他就越會跑掉 就是說會流動的人 真的是很難綁 哼 看一去吧 應該說 對就是 對我 對我而言 對我而言 本來 就不求自己 大洪大 就是我不求我自己 被很多人喜歡 其實 就是 就是沒有 沒有期 期望嗎 就是沒有任何 對 就是說 就順其自然 那就 如果 這樣子 沒有 沒有 就真的沒有人喜歡的話 那 就可能自己也知道說 可能自己不適了 就可能自己不適了 對啊 不勉強 老爺爺又好喝 老爺爺 以後就是 貼一個老爺爺 貼一個老爺爺在身上 嗯 看開的老人 真的是 好老喔 常常覺得自己很老 就有時候很羨慕 很羨慕那些 有一些情緒的人 要講幾次 要講幾次羨慕有情緒的人 是不是上次也講過 有啦 還是有情緒啊 快樂的情緒 太快樂了 快樂到好像我的腦袋空空的 你知道嗎 有時候 但確實好像有點空空的 這次腦袋真的是空空的 其實 因為什麼都沒有在想 什麼都沒有在想 但有情緒很痛苦耶 還是要看那個情緒是什麼吧 我說的那種情緒是說 我很羨慕那些 很快樂很開心的人 可以這樣子 展露出一切 跟大家分享他的快樂的那種情緒 我是說我沒有那種情緒 這是說我沒有那種情緒啊 不會有那種說什麼 今天真的很開心 什麼搭 什麼搭的應援 什麼 就是我不會有這種 情緒 就是 我是羨慕這種情緒 不是羨慕那種情緒 情緒自助餐 好虛偽 謝謝晚安大小姐 我有被踩到痛點爆掉過嗎 被踩到痛點嗎 我其實 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痛點是什麼 但是 我以前就說有爆炸過 我以前在學校有爆炸過一次 就是說 我的那個 甄選 甄選的影片 甄選的影片 被放在教室的 那個投影機上 然後在中午大家吃飯的時候 那個時候 是我爆炸的唯一一次 那是我爆炸的唯一一次 就是那一次 就是 TP1 甄選 啊 台鹽甄選 甄的時候 然後不是有那個 三個人三個人的那個 自我介紹影片嗎 就在 全班的那個 投影幕放那個影片 這樣 然後我就 然後 因為就是 就是 對嘛 就是說 平常沒有情緒的人 突然有了情緒的時候 那個會很可怕 所以就是說 我差點把教室都毀了 差點把教室都毀了 可是大家就是 就是大家有一種 啊 這個 這個不行的那種感覺 所以後來就沒有發生這件事情 後來就沒有發現 後來就再也沒有發生這個影片 被班上播出來的問題 物理上的跟氛圍上都有毀掉耶 就是說 桌椅 桌椅跟桌上的東西 就是說 寶特瓶 寶特瓶就是 就是 就丟了 但我沒有丟人 我就是往地上 往地上跟往桌子那邊丟 然後 他就這樣啪 然後就整個是那個 深水炸彈 深水炸彈 桌子就是這樣 我那個時候應該是我第一次感受到 原來我的力氣其實蠻大的 那種感覺 然後那個寶特瓶就爆了 丟出去之後就爆了 然後這整個教室看起來很七彩 然後 燈腦爆了之後就是 因為這是一瞬間的事情 就是 然後就 冷靜下來 我就冷靜下來 就是說 把這個氣出完之後 我就冷靜下來了 然後我就先 離開教室 然後我回來教室的時候 就是一點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就是說 剛剛發生什麼事情了吧 然後旁邊的人就是覺得說 剛剛好像遇到神經病的那種感覺 剛剛那個是什麼 雙重人格這樣子 就是 走回來的那瞬間就是說 怎麼了嗎 剛剛怎麼了嗎 對 所以就是說 從那之後就是大家 大家 可能覺得就很可怕 有一點言談 我知道是誰放的啊 就是 同學 就是那種 就是 對嘛 就是 朋友 但是可能就覺得朋友 這些事情沒有什麼問題啊 但是就是 對嘛 對我來說 就是覺得說 這個 這個 開玩笑有點過頭 所以我就覺得 很不開心 所以我就 我就 對 就爆炸了嘛 所以就是說 那 就爆過一次之後 大家就知道說 這件事情 這不適合拿出來 開玩笑 就是本來就不適合啊 有切嗎 沒有有切啦 沒有有切 就是說 我這個人其實心胸滿寬大的吧 看來自己的夢想被嘲笑 嗯 也不是 我其實不覺得我 被嘲笑 只是說 我那個時候 對於我本身 很沒有 我 怎麼說 我很 那叫做什麼 沒有很喜歡我自己 那個時候 相對沒有自信 不是沒有自信 就是我討厭 我本身 就是 對 你要說的話就是這樣 我那個時候很討厭我 這個 人的 整個 構造 嗯 整個構造 就是說 聲音跟 臉跟 所有 東西 我都沒有很喜歡 對 所以說 我自己看不到就還好 但我看到了我自己的樣子 我就會 很不愉快 就是 很不愉快 就是說 也不是說什麼 但是就是 我看到我自己 在動的影片 我會覺得很不愉快 所以說 所以說 這個真的是 花很多時間 讓自己 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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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 自己 對 因為到了 T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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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P 應該說到 可能到 三 四 三四 三四單 四單 三單 可能大概三四單的那個過程 我比較可以開始釋懷說 看我的直播這件事情 就是說 其他人看我的直播這件事情 但是在 可能三四單之前 就是只要有人 點開我的直播 我的心情就會開始很差 就是會開始很差 就是說 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 放這個東西 就是會 心情會很差 我說認識的人 對啊 就是說 成員之類的 放一些 放一些 對啊 直播在講什麼話 這樣 的那個 我就會 整個人心情很差 哈哈 一定覺得看直播回放的人 是不是心裡有毛病 我不覺得 看直播回放的人 是心裡有毛病 但我覺得 在我的面前 看我的直播回放的人 心裡有毛病 懂嗎 對於我來說 所以我 每次 反正我只要在 就是說在三四 對三四單 感覺就是三四單 在之前 我不喜歡 任何人在我的面前 看有關 任何我 有我的東西 就是我會覺得說 有需要在我的面前看嗎 的那種感覺 就是身邊的人 身邊的人 那粉絲在我面前看我的東西 當然沒差 因為粉絲 你是粉絲 你就是 就是想看 這些東西 我本身就是覺得說 這是很合理 但是 就是身邊的人看 我就是不懂 為什麼身邊的人 要看 尤其是 可能我媽 會看我的直播 會看我的什麼 直拍 或是 節目 節目 之類的 我就會 很 就是 因為我會一直聽到我的聲音 然後我就會很 很不愉悅 然後我就會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再 在我的 視線範圍 跟我可以聽到的範圍 的那個 空間下看 就是你可以 戴耳機 但是 就是不要讓我知道這件事情 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很 很排斥 很排斥在我的面前看 有關我的東西 對 但我是不知道其他人 會不會有這樣的 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因為 但因為我自己是這樣 所以我會覺得說 其他人會不會也是這樣 所以我有時候也會 很在意說 其他人在 放這個東西的時候 那個人在場 的時候 我就會在想說 會不會其實他 也很在意 只是他不敢說 這樣子 不想聽到自己的聲音 不想聽到自己的聲音 跟不想看到自己 在那個畫面裡 超彩人自拍的其中一個原因 就是這個 但是後來 後來就可能有好轉一點 可能 六單 六單後差不多 有慢慢的釋懷 但是 對 就是 比以前 感覺有稍微釋懷 就是 可以 那個 那個 忍耐值 有比較高一點 就是說 就是說 有人 可以忍受一點點的 聽到自己的聲音 這樣子 就是 可以忍受一點點 聽到自己的聲音 這件事情 這樣子 那個藍變高了 對 所以我說 那個 很多東西 就是 我自己 沒辦法釋懷 就是 我只是釋懷一點點 但我沒有到完全釋懷 所以我說 從六段開始 要緩慢的釋懷 就是說 我可以聽可能幾秒 或是 一點點聲音 這樣 這叫做一點 稍微一點點的釋懷 拍Rails 這件事是不是有幫助到你 對我來說 畫面 還好 只看畫面 還好 聲音 主要是聲音 我沒有辦法接受 對 聲音我沒有辦法接受 但是因為有時候 你知道嗎 我們可能會錄那種 VCR 或是宣傳影片 ID之類的 我現在可以 至少 可以去聽 那個 這些東西的聲音 因為我以前的話 不管是那種 花絮 就是 說 演唱會的花絮 選拔花絮 所有的那些片段 我錄的 那個單卡 我是 絕對不會去看回放 就是說 絕對不會去看回放 就連說 可能姐姐說 我確認一下聲音 這樣子 我絕對不會走過去確認那個聲音 絕對不會走過去確認 但我現在 因為有時候姐姐會放出那個聲音 然後確認一下聲音有沒有問題 有時候我會直接選擇 用自己的聲音壓過那個聲音 就是 啊 知道自己沒有聽到它 我現在 那個 在錄音這樣子 就是這樣 跟 勉強這樣還可以聽的 聲音這樣子 我記得以前 忘記是有什麼 也是錄 錄影片這樣 講講講講 講完之後 然後我說 他說要確認 開始 他要確認那個聲音的時候 我就開始在旁邊 啊 聽不到 聽不到 聽不到我的聲音 我沒有聽到我剛剛講什麼 這樣 這樣 是不是說 真的是沒有很喜歡 他其實我自己確認怎麼辦 硬著頭皮 我覺得自己確認的時候 倒是還要 因為像有時候拍 那種 生日影片的時候 有時候可能自己拍的話 那可能就只能自己在家拍 然後拍完 就自己要 調整那個 那個 色調 然後調整 調整哪一個比較好的時候 那就得聽聲音嘛 然後就真的只能得聽啊 然後聽了就會知道 這個不好 這個不好 然後就會發現要重錄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你聽了之後 你就會對這個聲音很不滿意這樣 因為我以前就是不會聽 不會聽 所以就是就是那樣子 但是你知道自己就是會對自己的聲音非常不滿 所以就是會搞很久 搞很久 這樣子 代言代言而反會聽到自己的聲音 其實因為我們人很多 所以大多數的時候都會混在一起 沒有什麼特別很明顯的 對 所以我現在其實 少了很多 就比如說錄音的時候 因為錄音的時候不是就是只有自己的聲音嗎 然後就會聽到自己的聲音 然後他可能回放確認的時候就會聽到自己的聲音 現在比較有辦法 就是這樣聽著 以前的話就會覺得很尷尬 現在就還好 現在就還行啊 他又是從哪邊這樣然後聊到這邊來的 怎麼最後又是回到這個不喜歡我的聲音的話題啊 突然這個 這個 突然這個又變得好像很 好像很沉悶的話題 不知道 突然回到一個很沉悶的話題 然後 寫文三的戳戳裡 好像是我自己提的 好像就是剛剛講什麼 我忘記剛剛講什麼 喔 爆炸 什麼東西爆炸 有沒有爆炸過這樣子嗎 到後來怎麼爆炸 對不對 是剛剛有人問我說是 有沒有人生中有沒有情緒爆炸過的時候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後來就 就沒有了 說羨慕有情緒的人 對 對 羨慕有情緒的人 對 但有時候又覺得 就是覺得自己很 很冷 很冷血 也不是很冷血 就是說 我沒有辦法理解 要有一個 朋友的感覺 突然變得好深奧喔 這個 這個問題好深奧喔 各位冷靜 老爺爺沒辦法理解 為什麼要有朋友這件事情 我的朋友都要哭了 對 老爺爺沒辦法過多的社交 年輕人還是太衝動了 一個沒情緒的人 可能還能當偶像成這樣 應該說 大多數當偶像 可能大家都是 把自己的能量傳達給大家 那對我來說 我沒有 我沒有特別做這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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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見面好像也沒有這麼冷血 因為是粉絲 不可 見到粉絲不可能是 那麼冷血 因為 我知道大家是想來見我 的話 我當然會以 能讓大家開心的方式去見大家 就是 對於大家 就是說大家 是 很期待的來找我的話 我就會 我也會很期待的想要見到大家 但是如果是那種 我就是擺明就是要來跟你吵架的話 那我當然不會是這個心情 就是說 大家都是期待的想要見到自己的偶像的時候 我會很期待的見到你們 跟那種感覺 是不是比你太好 下次握手會可以對你傻眼嗎 對啊 我其實 很多 有些人會問我說 可不可以 嗆我一句 但我就會覺得說 很難 你知道嗎 很 很難那個平凡無奇的突然 有一句想要嗆你的話 就是這種 突然有辦法嗆你的話 很容易就會是人身攻擊 你知道嗎 就是那個第一印象 直接決定一個可以講的話 不然的話真的是 這就是要相處久了之後 我才會知道有什麼地方是可以嗆你的 你知道嗎 就是說 第一印象就要我嗆你的時候 然後我真的會說出很適宜的話 所以這種時候 我當然是沒有辦法說 因為我就是跟你 也沒有很熟 你就要我嗆你的話 很容易就會 就是會 嗆錯東西 你知道嗎 會嗆錯東西 所以就是說 通常就是說 可能從很久以前 握手會就一直有來的人 然後我就可能就知道 這個人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然後大致上可以講什麼話 這樣 就是可以知道 但是他思慮不說 對 這種只能從外表嗆 對啊 但是 從外表嗆就是 老實說 就是很過分 你怎麼嗆成這樣 就是很過分 其實 你怎麼感覺自己就很常被嗆 對啊 因為你看起來就是 神經百戰 不缺這一刀 不缺這一刀 哈哈 嗯 邀請你應該很久才能提的問題 這怎麼對老粉做 所以就是說 這種東西本來就是 對老粉之作 而且就是直播間嘛 然後直播間就是大致上 大家也 多少都知道 講話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會比較沒有那個 猶豫 而且 就可能就知道 誰都很常會出現在這邊 可能就 至少知道 他應該也差不多 該習慣我這個模式 所以我其實是帥的 糾吉啊 糾吉 是你太沒有底線 你太心胸寬大了 不守得會口下留情 他能明白我沒有惡意也不是要攻擊嗎 對啊 對 很多時候 然後 就是我真的是這樣想 但其實我真的沒有惡意 呵呵 就是說我真的有這樣想 但我真的沒有任何的惡意 但是你 就是如果對你來說 這個東西是你很討厭的東西 你就覺得說 我是在 就是 對 對 我講的這句話很 那個 這樣子 但是對我來說 這個東西沒有很壞 這樣 對 對我來說就會覺得說 喔 講這個很壞嗎 這樣子 我很常會發生這件事情 可能我跟誰說 你長得很像什麼 這樣子 然後他可能就這樣很難過 我真的長得很像這個嗎 可是我就真的覺得長得蠻像的 可是 沒有怎麼樣吧 就還好吧 就是 還好吧 就是 對 然後就可能偶爾就會有這種問題 這樣 就是說 我的 真實的想法 讓我不覺得說這個東西有壞 但是 對於那些 喔 這種 一看就知道這不是稱讚的這種 比喻的時候 他們就會覺得說 這是 壞話 對 但因為你知道我的比喻很常 不是 正常的比喻 就是我很常會有一些很奇怪的比喻 就比如說這個食物就是 就是 吃起來很像什麼東西 但我不覺得它難吃啊 但是就是聽起來好像 喔我在黑這個東西 很雷這樣 就是那種感覺 就是那種感覺 常常的R6長得很像Miso嗎 我現在認得出來了 我現在是說 我上次是說 我從很久以前就有說是 R6跟 茄子沒辦法撐出來 看到人多的地方就說 噁心之類的 對 就是 我的那個 是出自於 就是我沒有再說你們的噁心 就是我對這個現象覺得很噁心 這樣子 確實我會忍不住在人多的地方講噁心 就是 我真的是 沒有辦法 對 對 就是那個 那個 過馬路 過馬路的那種 上下班時間的那種 人潮跟捷運的這種人潮 有時候會忍不住的脫口而出 就說 好噁 好噁 就是那個好噁 聽起來很壞 但是就是說 對 就是沒有任何的 意義 難道就沒有真的看起來很噁心的人嗎 我其實不太會對 就是 什麼東西 這樣子講 但是我很常會對一個大 大概的東西這樣子 語助詞 對 它是語助詞 你怎麼有30張合照 對 他被評論為噁真的噁心真的很慘 真的噁心真的很慘 對 就是形容 形容詞 我的形容詞 通常都很奇怪 我忘記是講什麼 我每次都會 所以 尤其是因為劉曉晴 劉曉晴就是一個 跟我很近的人 然後又很容易走心的人 所以我就是 種種時候都會發生在他身上 因為他就是一個很典型 很容易走心的人 然後我又是一個就是 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所以他就是很容易會 很容易會 get到一些 受傷 他會突然受傷 然後我會突然 沒辦法意識到他為什麼受傷 這樣子 然後有時候會回憶起來 就會想說 可是這個 有這麼嚴重嗎 就是我很常會 我很常會 會 對 我會在想 是有這麼嚴重嗎 還是真的是他的問題 還是是真的我講話的問題 就是我有時候會這樣子混亂 因為你知道嗎 就是他是特別容易走心 然後我又分不出來 所以我不知道是因為他特別走心 還是是因為我分不出來 為什麼不就 就是 反正公演的時候他不也說嗎 我覺得今天的粉絲真的很浪漫 然後我就回答為什麼 然後他的一副就是說 就是他的一副就是覺得說 我不懂 但我是真的不懂 我講為什麼錯了嗎 這樣子 就那種感覺 然後他說 他竟然回我為什麼 就是我想說 我想 為什麼怎麼了嗎 就是我講為什麼怎麼了 我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大家很浪漫啊 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他怎麼會 說為什麼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你們到底哪裡浪漫 我到現在還不知道你們到底哪裡浪漫 然後後來他們就說什麼 喔 一平也在貼文上面寫說 他很懂劉小星說 今天的粉絲很浪漫 這句話 為什麼 就是對我來說 我真的是覺得 為什麼啊 那是哪個部分浪漫 因為你們喜歡浪漫火箭 他們火箭一點都不浪漫 嗯 到底哪裡浪漫啊 就是 到今天我都不覺得 那 有哪個部分這樣子 他說 就那一天特別的浪漫 這樣子 浪漫是什麼東西 的那種感覺 所以我真的 浪漫是什麼東西啊 的那種感覺 而且我 我真的是沒有想 我以為有什麼個 東西 所以我才問他為什麼 結果真的沒有耶 他真的講不出個所以人 我以為他會告訴我一個很浪漫的點 但沒有 他就是說 他就是說很浪漫啊 這樣我說 一點問號 不是我就是一點問號 所以哪個部分 就是我很想要知道哪個部分浪漫 可以讓我知道嗎 對 對 我真的是很困擾耶 這就是一個感覺 好 是一個感覺 很浪漫的感覺 對 老爺爺 老爺爺的字典裡面沒有浪漫這兩個字 浪漫是一種感覺 TN無感 TN到底是什麼啊 TN到底是什麼 TN到底是什麼 尊重難不理解 對 尊重 好 浪漫 OK 順著他說下去就好 對 有時候就是 對啊 你不知道我就很想要知道 所以我就是問他 但是他就不告訴我 所以我一直不能知道 我就是一直這樣 模樣模樣 你看公演檔又在問你什麼 沒有沒有沒有 是他後來提到說 我說 今天真的很浪漫 然後林雨昕竟然回我為什麼 就是他 他自己去 他自己講 因為我們本來就是很常 就是這種東西 我聽完我就會忘記 然後他 他還記得耶 所以我就說 所以他真的很在意我的那個為什麼嗎 這樣子 就是說 原來講個為什麼也會有問題 讀了空氣很浪漫 Aven表示你也不懂 有時候就是講個為什麼也會有問題 就是說好難喔 謝謝歌曲的心心相應 那是什麼 0.5秒的特效 所以為什麼更糟 他心想理應這個木頭 對他 他那時候就是一直在講 我就是個木頭 他現在已經 他現在已經 他現在已經學會了 他說他就是個木頭 他現在已經把這個 就當作我的作用 那個錯號了吧 他就是個木頭 嗯 上班要騎車 路上小心 他就是很感性的人 我是木頭不是大家都知道的事 是嗎 我以為大家都知道啊 我不會直接說過嗎 我覺得大家都是默認耶 就是 也不需要特別說啊 我覺得大家應該都習慣了吧 我應該尋求這方面的認同 我就忘記 我有時候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記得我前幾天睡覺的時候 一直在思考T人跟F人的 分別的方法 就是我那時候 因為最 最 標準的說法 就是那個啊 理性跟感性 我那時候就有想到一個 想到一個分T人跟F人的 的詞 但我現在不記得 我現在不記得 我那時候想到 哇 這就是我完全T人跟F人的 一個 東西這樣子 我現在 我現在完全想不起來 因為理性跟感性 就麻麻麻 大家都這樣知道 然後我現在突然想不起來 我真的想不起來 可能是左手跟右手會慢動作的差別 反正應該也是跟理性跟感性 差不多的一個東西 但是我想了一個 謝十一的戳戳你 我想了一個 實際上的 對應的那個 畫面 就那個畫面 有一個畫面 小故事 比較不抽象的 抽象 就是有種那種 那叫什麼 是 很細 很細 什麼 嗯 不是 那不是要養成遊戲 那是有種 戀愛模擬遊戲 呵呵 的那種 對話 對話 T人F人的對話 對話集 這樣 我現在想不起來 我現在要用 這茶間 到手的時候 會問你還好嗎 直接塞 衛生紙過去 擦 選擇 擦 擦 擦擦 是什麼呢 真的很在意 選理性的答案 會扣好感度喔 這到六點吧 這到六點吧 你以為他今天好可愛 T人F人要怎麼回答 不能跟女人談內心 T人就是 T人不就是 有很多問題嗎 就是有很多問號 就是說F人 F人就是先 先關心心靈上的東西 先處理情緒 比如說先 先一起笑 先一起哭 先一起怎麼樣 但是 T人就是 先有一個問號 就是 先有一個問號 直接解決問題 就是 那個嘛 起手勢嗎 起手勢 起手勢就是 還好嗎 怎麼了 跟 跟為什麼 為什麼 發生什麼 就是 會想要知道 詳情 詳情跟 先不管詳情 先安慰人 F人就會覺得T人很冷血 確實 但是 對啊 就是會 先這樣子 就會先 問 問問題啊 就是 先處理問題 才可以 處理情緒 T人 有沒有 有沒有事 那你聽完他說他發生什麼事之後 你會怎麼回他 你會再追問他發生什麼事 還是你就會直接選擇安慰他 我也可以啊 怎麼了嗎 這樣 我今天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了 所以怎麼樣怎麼樣 就是 就是說 喔真的喔 這樣跟 那為什麼你這樣子 就是 一定是追問啊 T人 絕對是追問啊 就是說你今天怎麼了 然後他說 我今天發生一件很難過的事情 然後可能就是說 喔不要難過啦 什麼事情 這樣子 跟 什麼難過的事情 就是 什麼難過的事情 嗯 尊重你的沒事 正常是先安撫 但是遇到不認同的觀點 會追問 問問理由就 嗯好喔 嗯好喔 之前玩遊戲也有說 我今天好難過看對方怎麼回 對 很難過所以去買了麵包 對啊 很難過所以去買了麵包 就是說 喔你買什麼麵包 好吃嗎麵包 對啊不是嗎 我的話就會覺得說 你買什麼麵包 啊那個麵包有好吃嗎 不是 對我來說我會很在意那個麵包好不好吃 如果麵包又很難吃的話 那可能就很難過啊 對啊 對啊 為什麼難過瞬間因為麵包就不重要 你為什麼不問我為什麼難過 你說你很難過所以你去買了麵包 對啊你買了麵包啊 你買了麵包所以你為什麼難過啊 就是就是 就是 你難過那你先買了麵包 那你買什麼麵包嗎 呵呵 你買什麼麵包嗎 不然你就直接說你很難過就好了 你今天很難過你去買了麵包 所以我問你買麵包不行嗎 呵呵呵 對啊 對啊 麵包好吃嗎 對啊 麵包好吃嗎 麵包好不好吃很重要耶 麵包如果很難吃的話 那你今天是真的很難過 是真的很難過 呵呵 因為太常因為問麵包被罵 後來學會問你怎麼了 呵呵 原來問麵包還會被罵喔 我是不知道耶 切入點不一樣 大家是什麼 大家是F嗎 大家是F還是T 我了解一下各位是F還是T 我想要F的人就要問我問題 呵呵呵 我很在意大家想要的答案到底是什麼 我想知道我是不是真的是一個理性的人啊 很難過 T 其實T玩多啦 肯定非常理性 很理性啊 F 但你不會講你難過 F多一點點 T沒救嗎 是不是多數 男生都很T啊 就是 都是 這樣子 你會覺得你到底想問什麼 嗯 比較直啊 什麼 比較 比較鈍感 你也不會講 你不會講你難過你都用唱的 嗯 你很F啊但有時候要藏起來 他這個會情緒放在臉上 F人 F人真的是很神奇耶 然後別人就會問你怎麼了 你們才覺得你們神奇 我們 我們身邊 我們身邊的人真的超多 F人 我T比例多少 我不知道 我記得好像沒有差很多啊 我記得T的那個比例沒有差很多耶 他怎麼差 我記得之前 我忘記自己是什麼類型 正常 F人 以給予情緒價值來說 比較適合當偶像 但也更容易被影響 TP對INFP 去米娜台留言會被說你們這群是男的 所以你們是不是一群T在對一個F 我就說我最不擅長F人了 我最不擅長F人了 因為只要 如果 我跟凌亦云跟劉小琳在一起的話 絕對是劉小琳受傷 因為她是唯一一個F人 我跟凌亦云就是一個 對阿這樣子 對阿 就是這樣子 然後怎樣怎樣 然後還就這樣 不是阿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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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來來來 然後我們兩個就會這樣 好好好 對 就是對 你們都敷衍我 你們都這樣 好好好 是 是 對 你說的對 好敷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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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很長很長 我們很長這樣 嗯 嗯 你知道我怎麼樣怎麼樣嗎 對啊 我最近真的是怎麼樣 我們就這樣 嗯 然後我就說 你們怎麼做這樣 你們做這樣 你們都沒有藥耶 回我 你們都被他回我 感覺好可憐 都不被重視敷衍到底 不是 重點是那個 問題根本 沒有任何的 就是 它根本不是任何的 什麼說 問題 就只是它自己一個人 講了一串話之後 它是一個句號 它不是問號 你知道嗎 它如果是問號 我們當然會回它 但它那個不是問號 它就是講了一串話之後 它結束了 啊不就結束了嗎 就是它就是句點啦 我們就是 嗯 就是句點 就是 但它句點完 我們就真的老實說 就是不知道它回什麼 你知道 它如果問我們問題 我們當然會回 但是它 它講它自己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就會聽 但我們不會 多去 延續這個話題 我們不會去延續那個話題 對 但它可能很希望 我們去 理解這個話題 然後 加上去一起聊 這樣子 但我們就是 哦 對啊 就是這樣 直接附和了 然後就沒了 這個話題就沒有了 嗯 但咪咪咪娜都是F 可以處理劉小姐 就是不是說F人 才可以懂F人想要什麼嗎 請給我回饋 今天相信你們T人是不懂的 T人是真的不懂 好你覺得你好像是F人 我要怎麼查 我好想要查我上次的那個 在哪裡 我怎麼查我上次的紀錄啊 突然又不止了 好像可以哦 有留信箱 我有留信箱 我現在 試圖要回去 但因為它寫英文 我看不懂 因為它寫英文 所以我看不懂 在哪裡啊 要去哪裡看 TEST 不是 會叫我信箱 我現在信箱找不到信 我找不到那個信 到底去了哪裡 對 所以我只能從官網 不知道從哪裡看啊 它寫英文耶 我看不懂 收MVT 信箱收MVT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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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不小心刪掉了嗎 信箱 這不是我不小心刪掉 看應該有哪個色吧 但它不是會留紀錄嗎 我記得它會留紀錄耶 只是我不知道它留在哪裡 只是我不知道它留在哪裡 NOTIFICA 對啊 我就是完全沒有顯示任何的 就是 它正常會有那個 不是嗎 不是說 什麼 但是就是完全沒有出來 所以我只能從這邊 不知道 按點一點 看可不可以點到 還多啦 這邊會有嗎 會有嗎 喔 是這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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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82 S62 S62 好嘞 怎麼有五個 T64 J73 A3 最後一個是A T A T到底是什麼 A T到底是什麼 差別 還有比例 T64 TU5 T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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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 T8 會去關心他人的話 我可能會選可能會這樣子 可能會這樣子 就是說不會直接選說不會啊 就是會選說應該是會啦 會一點點 這樣 覺得不是完全的 同事件 最大認識 就是有些選項嘛 就是說 如果是對成員的話好像會的話 我就會選那個 那如果是對普通人的話 絕對可能不會選這個 就是說在TV的話會是這樣子 對成員會對粉絲不會 那個測第二次會還是準 如果 剛剛我記得我測幾次好像都是ISTJ 我以前是IS 什麼 就是一個護士 社會化愛人才變E 對自己多了解 對啊有時候對自己不了解的話 那你怎麼測都是那個 F也只有65 所以F跟T其實蠻近的啊 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題目 沒有這麼那個 但是 就是那個理性跟所謂的感性 真的是蠻好笑的 我真的是覺得 我越來越覺得說 我T跟F蠻明顯的 其實 他後來有換題目 但我覺得題目後 測 我記得我題目後測 有測出一次黃色的 但我忘記是什麼 就好像換了兩個 ISFP 好像換成這個吧 忘記了 我就在想說原來我是P嗎 的那種感覺 我忘記了 是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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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著 拿著槍還是什麼的 不知道那個是誰 你以為你變了 但其實沒有三個月測 可能有當時受到什麼事件影響 嗯 我不知道耶 ISTP 那可能是這個 J變成P 所以我那時候就在想說 原來 會變成P嗎 這樣子 因為 因為我其實覺得 還蠻J的 因為 就是很多事情 就是要規劃好 只是他的題目裡面 很多事情 我可能覺得 我不會先規劃好 就是他的 他可能會說什麼 工作目標 什麼 要有 照著時間 排序 去之類的 或是什麼 探險家 很難說的說有變過一次 像是成年 畢業的附近被影響 不會 不會 我不是那個地方 我好像就是 他那個 題目 的那個 P跟J 就是一看就感覺是要測 P跟J的那個題目 我應該就是選了說 就是說 就是說 那個時間 就是說 我的那個時間 很 於 於 就是我不會 強迫我自己要在一天內完成這個行程 因為他會說什麼 一天之內的行程 你就是 完全要照著這個走 但我又沒有要完成照著這個走 但是我一定會排行程 但我也不會說 完全不照著行程走 就是那種很一半一半的那個感覺 一半一半 我想幹嘛就幹嘛 但我沒有辦法 但我沒辦法接受 行程上是空的東西 突然要 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說 就是說空的東西 我就是 這天就是決定要 空的下去 空的下去 反正我會完成 反正我會完成 我知道這樣 那個時候會完成就好 就是說 我今天 排定要 做這個事情 然後我今天可能想說 那我做 沒辦法做完 那我就做一半 然後明天不回來 看心情 看心情 對 大家知道我 我畫聖誕梯的那個明信片 是有排成的嗎 有排成 就是他有 他有七天 有一個禮拜的時間 這樣子 我可能今天 第一天我可能排目標 目標可能簽 一百 這樣子 那如果簽一百 好像還有時間的話 那我就會超 超做 就可能超到一百 一百五 這樣子 那我可能本來的 安排時間可能是 五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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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一百一百 五十一百五十 就是 會看那個時間 然後這樣排過 然後說今天的目標 要是多少多少 然後我可能今天覺得說 可以啊 還可以繼續畫 我可能就一天畫兩百 然後下一天就只要畫二十五張 這樣就好 就是 二十五張 畫二十五張 對 前面先多一點 然後後面再減少 這就叫 有規劃吧 就是有規劃這樣 會讓我自己 感覺比較有效率 不然的話 這前面就是 二十張 二十張 怎麼還有這麼多 然後就會看不見鏡頭 這樣子 所以就要有一個 讓我可以看得見鏡頭的東西 批人會規劃好畫一百 結果最後大概只完成十張 我對批人的印象就是 壓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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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會有一種 一直 一直有一種 來不及的感覺 跟 好像很忙 的感覺 就是批人 我覺得批人 就一直有種 不知道在忙什麼的 那種感覺 可能是真的很忙 但有時候就會想說 真的這麼忙的 那種感覺 而且還是摩羯座 好像很忙 就是說 明明前面好像很閒 但不知道為什麼 到最後的時候 這些人看起來都會很忙 這樣子 沒有時間 沒有時間 這些人來不及 來不及 然後就想說 是真的沒有時間嗎 我就會開始思考 這些人是真的沒有時間 到最後關頭 絕不親眼努力 明明可以不壓線 謝謝小玲的愛的虎報 壓線才點了個讚 因為我的話就是 如果我決定好 那個時候要做這件事情 我會提前三個月開始 提前三個月開始 因為我知道我自己 很需要時間 所以 我很怕我自己來不及 所以我很多事情 都會很早就開始 例如 聖誕梯跟生日會 聖誕梯跟生日會 可能半年前就會開始 所以我每次都會很 就是會很著急 我會很著急 跟批人一起 就像說 像說 像劉小晴 劉小晴就一直說 我們要不要一起來 拍什麼影片 我就說 好啊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在哪裡 幾點 什麼時候練習 找誰拍 穿什麼衣服 你什麼時候要決定跟我說 然後他死都不跟我講 什麼時候 應該大概幾月前吧 好啊好啊 可能過了 快要到了 我就說 快到了 快到了 你還有要拍嗎 你還有要拍嗎 這樣子 是不是差不多要開始動 你有決定好 什麼時候 在哪裡 穿什麼 嗎 然後我就要一直吹 一直吹說 你們什麼時候可以告訴我 什麼時候 可以 然後幾點 要排 我要排直播 我要知道我什麼時候 這個時間可以 然後哪些時間 是空閒的 才可以排直播啊 他們就一直不告訴我 到底是幾點 然後我就說 到底是幾點 到底是要不要拍 到底是要拍 到底穿什麼 可不可以告訴我 這樣子 然後就是一直沒有人 要跟我講 非常不急 對 只有我一直想要趕快 知道 個概念 這樣子 這個音樂播了兩次 四個小時 差不多 差不多 時間有過那麼快嗎 他就是那個典型的最後一刻 就是說批人 最後一刻就會說 啊 來不及了 怎麼只剩這幾天怎麼辦 這些時間都不行 然後就發現 來不及 好來不及 這樣子 好啊 你不是前幾個月就說要拍 然後就跟你講 我前幾個月就跟他講說 可是你們這個時間不行喔 你們這個時間不行對吧 然後這個時間不行的話 那你最快的話就是這個禮拜 那你這個禮拜要的話 那你這個禮拜前就要練習 懂嗎 就是 我還要講給他聽 就是 我先幫你們推斷喔 公演後嘛 就是這個禮拜 啊 你們不是這個中間有去出國嗎 出國嘛 對嘛 啊你們出國的時候不能練習不是嗎 然後我就一直跟他們講 因為那時候 好像餐會吧 餐會 餐會 餐會前 就是可能四月公演的時候 然後就是要決定餐會要表演什麼 然後就說 什麼時候練習 什麼時候練習 你們什麼時候有空 什麼時候 啊你們不是要出國 什麼時候出國 啊你們出國回來不就直接要餐會 啊什麼時候可以練習 我就一直問他們 一直問他們 然後他們就一直這樣 一直說 沒有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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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拍個reels 什麼reels 那個很厲害 哪個很厲害 對不起你錯了 壓力超大 壓力超大 還好吧沒有壓力很大 我只是叫你早點決定 表面張力 你說表面張力嗎 列表 列表 有空的話 有空的話 有時間的話 雖然 有一個練習版本 但是練習版本超 超爛的 就是那個我們第一次練習的那一次 超爛的 那個應該是不會放出來的 之後再說 P列表是真的沒辦法 這是有什麼好 沒有 沒有辦法 他們那時候已經進入要去旅遊的快樂器 沒有 在公演前 我就跟他講 就大概四月中的時候 他們就決定說要跳這首歌 我就說好 然後過了幾天之後 就在想說 那什麼時候要練習 因為五月十八其實也很快 五月中 然後我就說 那什麼時候 要練習 這樣子 好 就仔細看了一下吧 就發現四月底沒有什麼時間 這樣子 四月底公演 公演完 就是 就也很難 然後 教室什麼的也是 一個問題 然後我們就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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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這樣拖拖拖拖拖 拖 拖到可能 公演完 然後五月初 練了一次 然後他們中間就 夾個 夾了一個 他們去 去那個 日本 然後中間也夾了一些 可能林雨去笑唱主持 什麼 夾了一些東西 然後他們去上演這樣 夾了一些東西 然後回來就剩十八號 因為十六號 十六號 好像本來有個 什麼就是本來可以練習 但因為林雨好像不行 還是什麼 就變成說 那十八號當天下午 所以我們當天下午又走了一次 所以我們就只練了兩次 就是這樣子 六點了 可以唸排名囉 各位今天 四個小時 大家很會 很會聊耶 可以聊四個小時 會不會是你們 祝大家 快樂 今天的第十名是水土雲 謝謝水土雲 第九名是冠偉 謝謝冠偉 第八名是莊 謝謝莊 第七名是黑傑克 謝謝黑傑克 第六名是華為 謝謝華為 第五名是中和喵喵 謝謝中和喵喵 第四名是文森 謝謝文森 第三名是小玲 謝謝小玲 第二名是十一 謝謝十一 謝謝 第一名是幾米粥 謝謝幾米粥 謝謝 謝謝各位 今天講了這麼多 問答箱其實還是蠻好用的 辛苦啦 辛苦了 謝謝各位 下禮拜 下禮拜一 下禮拜一 跟禮拜四 好評延長兩小時 請多多開幾次 大家如果有想到有什麼話題 就先寫起來好嗎 就跟我一樣想到什麼事情 就先寫起來 因為我會忘記 辛苦了大家 掰掰 下次見 刺激的話題就是不一樣 有深度的話題 掰掰